是這天下 二雷寵信我家 主人我們這麼做不太好吧 我馬上就和你表姐成婚了 你說不要是讓她知道 暗色心眉色膽的廢物 這本來就是李公子交代我陷害你的計劃 若是讓你跑了 我該如何交代 小騷火 等老子娶了長老公主之後才得吃了你 我去 這傳說是真的 走過那扇石門就能穿越時空 這絕對是考古記的一個新發現啊 話說這是古代嗎 這是哪個丑代啊 我操 我操 現在就碰到個殺人怨火的 話說這點這麼危險嗎 獅子殿下 獅子殿下 你怎麼這麼快 去換了身衣服 怎麼放夜短了 什麼獅子殿下你誰啊 霍爾大 別動人家了 你當然是我們大洲鎮北王獅子啊 人家有自己欣欣 可我的侍位都被我追走了 沒有人會發現的 哎哎你幹嘛 哎你幹嘛 哎 獅子殿下 那位寵信你一下子 我 我居然是正被罵獅子 那還怕個球 不吃白不吃 是你自己松上門的 時候可不要怪我 獅子殿下 救命啊 我操 新人跳 你放你這個五指之徒 你誰啊 我是誰 你還在這裝傻是吧 我是你未婚妻 說給我表妹看倒是死 看到床上了 你還是個人嗎 要欠 是父母強迫我的 我也沒有想到 他是這樣的一個僅僧 父母 而現在 這頑固不再是父母 本部要退婚 來人 把他送到正北王府 本宮要跟正北王 好好要說 軍備為我急抓錢 這是大了呀 哎哎哎 拼了拼了拼了 拼了拼了 不是不是 誤會誤會 哎呦哎呦 別退別退 公主殿下 你這是什麼意思 王爺 你兒子凌峰 與我有婚約在身 確信禽獸之事 立強幫我表妹 請王爺 說 王爺 求你為我做蠢啊 世子殿下 說要請我房間借本尸寄 沒想到 他居然碰到我在床上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你 求求你幹的好事 他們為什麼會把我 當成什麼誓死啊 原來是這樣 那這 真正你世子已經趕忙了 回成地山了 他真是個遊戲啊 據我猜測 這絕對是一場陰謀 不過還行 老子就跟你來個僵 父王 你想啊 沒道理 成了公主大半也不睡覺 跑到自己表妹房間裡查房 這不明顯的 栽贓嫁禍 兒子開竅了 按照以往 他只要做了魂心事 早就慌得發到 此刻竟如此冷靜 看來有貓 黎峰 你還想做 那是我親眼所見 難道我表妹還會拿自己的清白來誣懈你不成 而且 算了吧 都是我的錯 都是黎峰的錯 今天我一定會為你討論 王爺 你還要護著這個雲賊 公主 這裡是鎮北王 你俗話幫尊重一點 是否包庇真相還有在調查 沒想到這個便宜老爹還是個互毒色的妝 公主殿下 我覺得也是這事你回去慢慢查清楚的比較好 非敵小人 就算沒有這件事情 婚約 我也退定 你配不上我 我想是你搞錯了 是你配不上我 可笑 本宮乃堂堂嫡系公主 琴琴舒嬅樣樣精通 而你 不學無術 荒淫無道 拿什麼來配我 她是我林霄的兒子 僅這一點就足夠了 王爺 我怎麼說也是個公主 不希望自己的夫君以後被人辱罵為廢物 丟進皇室的顏面 希望你能夠理解 那個父王 其實吧 你兒子的確有真本事 只不過這些年 就是一直怕被奸人所害 一直藏桌而已 光會吹牛有什麼用 連最簡單的詩間都要我表妹教 要你 表姐 其實我也沒有教世子殿下什麼 只不過就是一兩句詩而已 你給她多少錢了 她這麼賣力給你演出啊 你是被說中了惱羞成怒了 我真是高抬你 學了這麼久才學了兩首詩 兩首 兩百首我也是張口就來 好啊 今日月圓之夜 那就以此為止 不時以十一柱香的詩子夠嗎 三不即可 看好了啊 一 二 三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殷勤人群 此事古南泉 但願人長久 心裡共纏君 好事 少爺 沒想到你這麼有文采 可可可可我出賣你啊 也不知道偷到哪個大神的事 還以為什麼真本事 那你說說我是招搬哪位大神呢 不要以為你會說兩句詩 我就會高看你 想成為我的鞠馬 那必須是武勳正式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我給你出一主意 你嫁給我爹算了 你 你無恥 總是依照你父親的功績 你不覺得慚愧嗎 我不覺得呀 我本來就是文武雙全 想見公立業 那就不是什麼難事啊 我會說大話有什麼用 你倘若真有本事 就去參加三日後的春戀 拿個前三甲給我瞧瞧 春戀 隨隨便便拿幾隻小肥兔子 在你眼裡成真本事了 你就說你敢不敢吧 有什麼不敢呢 不過我要是贏了 又當如何 你倘若拿到了前三甲 我就重新考慮與你的婚約 倘若拿不到 就立馬退婚 就這個啊 怎麼 你盼了 別說前三甲了 你連前十都進不去 別忘了 愣舞蹈 你可連火都比我 世子殿下既然這麼有信心 想必可以裝一張回首吧 哎沒錯 我就是來拿第一的 第一非我沒所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你要是真的拿到第一名 我就立馬與你成功 你倘若拿不到 就立馬和我退婚 少爺你別衝動啊 這次丞相之子也會參加 他啟受之術 堪稱一決 去年就是他 碾壓所有人奪得第一 很難有人贏他 可可 你要相信你少爺 成了公主啊 我希望你搞錯了 如果我要是贏了的話 這條件應該我來提 我的條件是 對不起 而且你不能再扶腳團纏 你說什麼 你沒聽錯 我的條件是修了你 而你不能反對 你有什麼資格修了我 你不是一直想退婚嗎 這不正好如你所願嗎 我可以與你退婚 但你沒資格修我 我不想跟你廢話 我就是問你敢不敢赌 我贏了 你同意我修了你 如果要是我輸了 我不但答應你退婚 我還靜身做太太 什麼 你要健身做太太 好啊 賭就 請王爺作證 不得反悔 皇兒 不可衝動啊 你是我林家唯一的毒苗 虎父無犬子 父王你得相信我 以後 誰要是敢欺負咱們鎮北王府 我讓他後悔莫及 不可不可 你萬萬不能同意 王爺 賭月已經立下 不得反悔 我為什麼要反悔 就那群臭魚懶蝦 我分分鐘碾壓他們 好 本宮等著那天 到時候 本宮可以親手給你敬身 那我是不是要謝謝你啊 我們走 嬌姐 今日之事都是我的錯 怎麼會是你的錯 明明是那個銀賊的錯 那丸酷果然跟傳言中的一樣 滿口空話 欺男騙你 幸好沒嫁給他 否則一定會暴害終生 只可惜朕被王功高蓋住 我也無法逼迫他 丸酷果然 我 難道就連陛下都壓不住朕被王嗎 不必敬弄陛下 莫非你認為他還真能贏了春烈不成 怎麼可能啊 那完後怎麼可能贏得了李公子 所以退婚是必然 朕被王不會食言 而且我還要親手淹了他 替你報仇 謝謝嬌姐 我也算是完成了李公子的任務 有他父親李承鄉的丈夫 你父親戶不上書的位置 會更加穩固 鳳兒 你太衝動了 父皇 我不會給你丟臉的 丟臉的事 為父不在乎 為父在乎的是你的命 命運前途啊 你要是當了父馬 那沒有為父的照顧 也能享受榮華富貴 如此為父才能安心的 父王何出此言 您也一定會償命百歲的 回父也是隨口一說 小姐 按照史料計算 大舟的甄北王正值壯年 便因為得了破傷風而去世 難怪這便宜父親那麼早就操心我的婚姻大事 呃 可可 趕緊送少爺回去休息吧 是王爺 可可 你幹嘛 不是少爺沐浴更衣啊 不太好啊 這又什麼呀 可可遲早是少爺的日 還是我們家可可乖 比那個腦殘公主強多了 腦殘 是什麼意思啊 就腦袋讓驢踢了的意思 少爺你真壞 連公主都敢調戲 不過那個公主真夠可惡的 等著看好戲吧 三天後的春烈 我讓他後悔 那山能夠穿越的石門 肯定就在附近 只要找到它 我就能撐回去 有了現代裝備 什麼春烈 根本就是護家家 嗯 我相信少爺 那 我們先沐浴更衣吧 哎 等會兒 先不提 可可我問件事 你在這王府附近 有沒有見到過一個奇怪的石門 石門 王府後山就有一個 少爺就是這裡了 這就是那石門啊 可可 少爺愛死你了 嗯 嗯 少爺 這裡不太好吧 蚊蟲多 要不 我們還是回房間吧 這家都騙了 想什麼呢 我是要在這裡練舞 準備三天後的春烈 你沒什麼事 回去吧 少爺終於更努力了 我就相信少爺一定行的 三天後 看你的少爺如何打開 去吧 要說這石門可真夠神奇呢 這穿過來穿過去的 不行 這時間不夠了 得抓緊時間告情 四叔 哎呀 哇 四叔 四叔 什麼時候有的這癖好啊 小鳳 賣不賣 我告訴你 我可是你侄子 換句我還是第一次我疼 你什麼什麼呢 我說這次這次 戲服賣不賣 你看這做工 多精湛啊 賣給我 我賣你我穿是啥啊 你別領著我這衣服了 我今天給你帶好東西 地圖率 蠢壯 怎麼樣 值多少錢 五萬 三叔 咱不能殺手啊 你好好看看 這個是真寶貝 五百萬 小鳳 市場撈撈啊 我 出的價最高 還得吃 成交 這還只是 隨身佩戴的一塊玉杯 如果我把王府的股東 搬空的話 豈不是要成為一元父啊 錢我給你轉過去了啊 哎呀 好嘞 三叔收到了 我走了啊 三叔我還有事兒 改正進去吃飯啊 我 先生您的水 哎 你們這兒最快的宝馬是哪一輛 先生 我覺得這輛宝馬場棚 挺適合您的氣質 不過 有點貴 就他了 我差錢 上看 好 好的先生 春烈比騎馬快 能比老子的宝馬快 還有設計手 這年代誰還用功 這一次可搞了不少東西 春烈是吧 這一次就讓你知道我的少爺厲害 林鋒 你之前說你將林鋒暗殺 而且都處理乾淨了 少爺放心 絕對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那我今日怎麼聽說 林鋒是個廢物 在鎮北王府還活蹦亂跳的 什麼 這怎麼可能 那麼多人都看見了 等到他們都瞎了嗎 還是我故意騙你 這 這不可能 屬下明明將他殺死 還毀事滅盡了 他怎麼可能死而復生呢 你 是不是給我殺錯人了 那晚夜色昏暗 真有可能 這 屬下知罪 求少爺恕罪 求少爺給屬下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還哪有那麼好的機會 真被王府守衛森嚴 你想去送死嗎 屬下有一事不知 林鋒是個廢物 為何非要殺他 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而且林鋒一死 對鎮北王來說是巨大的打擊 讓他從此一蹶不振 那樣我父親就能徹底掌握整個朝堂 屬下一定拼了老命 想辦法將其殺死 先不著急 春烈在急 而且那個廢物也會參加 聽說她與常樂公主立下了賭約 到時候我再狠狠羞辱她一半 常樂公主一氣之下定會當眾與她退婚 並把她給淹了 一個淹人還當成世子 少爺英明 那廢物敢參加春烈 簡直是自取其辱 陛下 今日春烈 群英慧策 天才英軍 這招侍者我們大招在陛下的陣下 兵強馬壯 蒸蒸日上 白鳳 此次參加春烈的五道天才能 祈禁陛下 有丞相之子 新衛軍統領之子 大內侍衛 這些天才 日後都將成為我們軍中大將 若是能夠載出第二個鎮北王 並且為朕所用 朕才能真正地高占無優 鎮北王乃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將星 想要達到他的成就 太過困難 可惜了 鎮北王的兒子竟然是個頑固 他要是能達到鎮北王一半的本事 也是萬幸 陛下 此次春烈 鎮北王世子也參加了 什麼 這個頑固在去年的春烈上醜態畢露 還敢出來丟臉水 據說 他還與朝樂公主比套 如果不能拿到第一名 便同意朝樂公主的退婚 並且當重己身 自願成太前 如此烈 就算是看在鎮北王的面子 朕也幫得了他 朝樂公主有沉淤落雁之子 彩色雙絕 嫁給那個頑固世子 確實委屈 客婚了一號 大膽 何方咬你居然敢超越勝利破將 陛下 在神物之上 好像有霧雲男子 派出護隆衛的四大宗師將他攔下 不敢反抗 割殺勿論 去陛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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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堂堂鎮北王的兒子 被你們說出是妖孽 你們去 問問那數十萬的鎮北軍他們大不大也 原来是世子殿下 误会误会 知道了还不快滚 可是 陛下那边 陛下那边我去解释 耽误了我参加春烈 谁也担待不起 滚开 老大 这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跑那么快 我也没见过 这世子胆子未免也太大 竟敢对陛下无理 刚刚那是何物 人呢 属下也不知道是何物 但上面的人是 正北王世子殿下 说卑职无能 不敢阻拦 这个半家玩意儿 居然有此等手 连仙子御驾都追不上 速速带朕去春烈 他能跑这么快 朕不就是要失去 俊秀的小太监 参见公主殿下 免礼 李公子神话内敛 想必实力又有精气 李兄的强大 连我也自愧不如 此次春烈恐怕又是李兄 独占凹头 此次突厥国有很多高手参加 他们的汉血王马怕是不好对付 李公子有地龙马 何惧那些帆帮野马 有我在 自然不会让那些外帮蛮蟻 上风 王爷 世子怎么还不出面 我儿正在来的路上 那个废物不来也罢 不来也罢 免得丢了大舟的脸面 少爷一定会来的 就算来了又如何 也不过是说得一趟糊涂 我儿既然说了有把握 就一定不会说 王爷 您哪 就别再自己请 王爷春烈 我们的世事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在场的诸位可都历历在目 尤其去年 我们的世子 摔了个狗屎屎 我儿已经今非昔弊 您就等着瞧吧 哎呀 我倒是很期待 只是我们的世子 这么久了也没出现 依我看他是害怕 根本就不敢来了 老爹 一风 想不到你还真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来了又能如何 不过就是来当跳梁扫丑罢了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王的儿子 不是谁都可以辱骂的 有为父在 你尽管放手而为 郑北王 你儿子真的要参加春烈啊 有何不可 本相只是担心他再次受伤 如王爷不快 到时候王爷 切莫大发雷霆啊 老爹 放心 这次谁受伤都不会受伤 林峰 你是不是找了一匹 性情无比温室的猫儿 连跑都跑就了 就怕你望尘莫及 那我倒是要看看 是怎样的剧本 这就是我的王马 这什么破烂 这铁哥的 能跑得动 我看哪 怕是连头猪都追不上 嗯 对 不是猪能追得上 林峰 你在这城口舌里 有什么意义 你等着做太子 春恋一旦开始 你的面根子就绑不住了 我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我劝你 最好别参加 不然一会儿说 我欺负女人 不好了就 你真是无可救药 林峰 你侮辱公主 你死定 地下驾到 杀了 你侮辱公主 你可怕你 要是 犹黄 你 是 你 你 参见陛下 连离 这就是大周年 跟史料祭祭的一样 风华绝代 此心甕言薄命 陛下 刚才凌方误辱公主 视为不敬 如今又指示您 更是大不敬 还请陛下降罪 以示惩戒 陛下英明神武 于我心中只有敬意 怎么到了你嘴里 说得如此不堪 哦 我明白了 他心有鬼 油枪滑跳 不愧有顽固之名 凌风 你真要参加春烈 对 陛下 凌方与那破烂怪物参赛 简直就是对春烈的大不敬 此事若是传出去 怕是会一笑大方 陛下 卑职恳请您取消凌风的参赛资格 并驱逐此地 慢着 果然 连陛下也觉得此物不堪入目 来人 还不速速将这怪物毁掉 扔出此地 闭嘴 陛下激怒 让凌方带来如此不堪之路 进入到这里 是属下的失职 凌方 此奇物 真是你的 是 敢问他是何物 此物名为宝马 殉疾如风天下的仪 可日行万里 并且永远不知平 凌方 陛下面前都敢欣口私黄 废物东西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外下齐群之子 就算是郑北王 他也不服不了你 皇儿 是你 凌方 听说你输了春烈 就要近身做太监 嗯 是我说的 好 陛下见证 凌方必须参加春烈 你们就这么期待凌方公台 求此不得 听说你们已经立下了 具体说说 陛下 倘若凌方要是赢了 他就可以当众修了 凌方若是说 堂堂这北王世子 就要给当贴身太监 胡闹 这么有趣的赌约 怎么能不带上阵呢 陛下您想怎么 凌方 你要是输了 这也不用赌公当台阶 你就把此物 赠 真如何 你有驾照吗 驾照是何物 不如不说这样 那要是我赢了呢 朕在许配一个 薄色天香的公主 看来那我必须赌了 你拿什么赢 李延 你的赌注又是什么 陛下 我也用参杀赌注吗 朕看你胜券在握 怎么 你不敢 有何不敢 我愿出十万韩银 一言为定 十万两韩银 这才现在得换多少钱啊 这女帝可言 能处 等我赢下比赛 死都会大 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 那这就做个见证吧 不学王子到 扩拔云 见过大洲女帝 扩拔王子这匹骏马如此矫健 看来是有备而来 这可是我们皇室第一骏马 有赤头马的美誉 速度如风 日行千里 夜走八百 居然是屠杰国速度第一个神马 该死 这家伙连赤头马都带来了 慌什么 我们的镇北王世子 不也有一匹宝马吗 速度第一 日行万五 对对对 在世子宝马面前 什么赤头马 算个屁啊 你就是镇北王世子 传闻中你只不过是个顽图 拿什么根本帮好 把你的宝马 掀出来亮亮吧 破王王子 这个铁哥的 就是我们世子的宝马 就这破通烂铁 如此笨重 好得动吗 我们世子肯定 就这废话 行什么 妄想春略第一名 我看是倒数第一吧 等我拿到第一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连个废物都不 大言不谈 既然你如此自信 敢不敢与本王对组吗 好 看来本世子又能答对 凌风 没有实力 能不能低调点 非要给我们大周优脸吗 怎么着 你觉得李延有实力啊 那他怎么不敢跟他躲 拓把王子这次带来了赤兔 你可知道赤兔马有多厉害 没有人敢说吻人他 我就敢说 我能吻人他 没办法 实力不允许我弟弟 你真是没救了 小子 你比本王还狂妄 我听说常乐公主是你的未婚妻 不如这样吧 若是你输了 便把常乐公主 嫁给本王 好啊 没问题 只要他愿意就行 我才不是他的未婚妻 我们很快就要退婚了 他也没有资格 拿我的婚姻大事做主 既然如此 本王拿出一百匹骏马 作为主 你呢 你拿的出什么呢 还王子 就重点加点啊 这样 我们都大一点 谁输了 割地八百里 让出六座城池子 看不看 风儿 不可护栏 六座城池 非同小可呀 本王倒是能拿出六座城池 你拿的出吗 你们女帝也不会 朕 同意 陛下 不能冲动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纹困的话 林峰 输了六座城池 让你命出来都不够赔的 陛下 小儿只是一时头脑花热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朕相信林峰会 好 碰快 希望女帝 可不要食言而为呀 朕自然一言究定 时差差不多了 白凤 你来讲一下春烈规则 是 陛下 诸位猜赛者 此次春烈分为两轮 第一轮 比赛速度 谁先到达对面的山头 就算赢 排名 按线后到达的顺序排名 现在 各就各位 林峰 你是定 废物东西 连你的未婚妻都看摔你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跪下认输吧 本王呀 需要三座城池就行 想玩头像输一半那种 不可能 我让你先跑得行 但六座城池 一根倒算 你做事之前不能想想后果吗 重受得两忙林峰 公主殿下 何必跟一个死人呕吞 反正等他一会输了城池 连小病都病 比赛开始 那我这瞧 走 我这瞧 虎虎虎还真的让我们想 显然 他已经放弃了 说不定转眼他就溜走了 没脸呆在这 本王就说 那破鸡狗的 怎么可能跑得动 真是笑掉大牙 不可是文明天下的赤兔 第一轮第一名 他是要让托巴音夺走了 也不知道这个玩苦哪里来的自信 还挑战当今速度第一的赤兔吗 可怜陛下被他蒙骗 白白丢掉六座城池 损失惨重 这家伙就是大周的罪者 杀头之罪 他是逃不脱了 风儿 快点跟上啊 少爷快跑啊 是不是宝马出了什么问题啊 不着急可可 说了让他们先跑 就让他们先跑 你少爷说话算话 陈北王 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子 让我大周输到了六座城池 比赛尚未结束 也果然没个定数 这还不明显 就算是同时出发 他也很难追到拓拔王子 更何况一开始就落后这么多 陛下 前方探子回报 此时拓拔王子 请你接索 丞相之子 隐强跟随警 其他索 看来只有我儿 可以和拓拔王子 一决高下 我们王子是拓拔 速度天下低 无人能够生风 女帝陛下 还是准备好六座城池 献给我们王子的 林峰 你可闯下大祸了 开不速速跪下认罪 林峰 不要轻敌大义 只要你全力以过 朕一定不会叫罪 被拉开那么远的距离 你的宝马也追不上 好 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 我就给陛下个面子 睁到你们的狗眼好好看 清晨 怎么可能 这铁雾不是死雾吗 朕果然没看走影 此次小枫要扬眉鼓气了 拿个第一名 没什么挑战性 你个傻瓜 白白送本王六座城池 火宝王子 别得意 下 大仇 真是太弱了 是一群只能奋戴 别妄想超过本王 可下 黑色的林峰 没有大毒 我们大仇这次 此时太难了 我靠 哪来的铁铛啊 走这么快 这一个小伤 我听到是林峰的那个品格的 不可能 他明明超越了托白王子 为什么又回来了 这宝马怎么回事 肯定是凌峰是个废物 根本就操作不了这个怪物 怪物发疯了 不像虚拟一样 你拽着他 小垃圾们 表现不错 兄弟们吃点土 我跟你们玩了 拜拜 这怎么可能 给我追 那不是世子宝马吗 天哪 居然瞬间超越了拖拔云 看情况 世子必拿第一 我得赶紧回去禀报陛下 这第一轮比试 可不只是速度 还有耐力 没错 论耐力 谁也比不像我们王子的赤兔马 沈道师忘了这件事 你说 凌峰的宝马能吃就 属下不知 前方探子 一直没传来喜报 可见这凌峰根本不止其他人对手 那铁疙瘩 一看就是外强中干 一定是我儿凯旋啊 做梦 肯定是我们王子赢的第一 快先返回啊 林刚是本相来自 怎么会神秘疯的 王子 这小子肯定是华中驱逐啊 肯定是半路折返 想靠着偷鸡摸狗的方式混进来的 书不知全程对我探子盯着 你真是个白痴 书也就罢了 还弄出如此下作之事 这是丢人丢到家里 明明是我家少爷赢了 你怎么能够如此诬蔑 他才刚刚出发多久 难道 你们觉得 他能这么快就到达对面 并且还第一个人回来 不觉得荒谬吗 确实有些气账呢 陛下 这林峰分明是弄虚作假 应该严惩 林峰 你没有作弊 是否夺得第一名 如假包换 就他们的素质比蜗牛还慢 需要作弊吗 林峰 在陛下面前你还撒谎 赤兔马 速度耐力 堪称天下第一 就这 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跑一来回 你 凭什么 还敢出狂点 难道 你这样何人都是傻子吗 参见陛下 非指有要事禀报 何事如此着急 请禀陛下 是关于比赛结果的事情 林峰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如今探子到了 你还不认罪 小子 你以为半路折返回来 就能蒙混过关 太天真了 哈哈 哎 世子殿下 为何回来比我还快 赶快告诉大家真相 这林峰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到达半路 同事招来 是陛下 刚才林峰已经走过一半路程 并且将拓拔王子甩在身后很远 拿下第一已经完全没有悬念 卑职这才急匆匆赶回来报喜 当真 卑职不该用丝毫谎言 世子的宝马不仅速度如电 而显灵活无比 将拓拔王子耍得摔下马 当真神器 三皇 我们王子英明神武 技术高超 怎么被你说得如此都看 我看 你肯定是被这小子收买了 血口喷人 陛下 老臣觉得此事蹊跷 很不合常理 应该延长 老屏夫 你是见不得我赢啊 还是先把这六岛城吃光 我看有点局心不测 本相也是就事论事 你若赢得光明磊落 害怕我们调查 分明就是唏嘘 我们王子回来了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王子殿下 这个顽固谎称自己独得冠军 愉快告诉大家真相 他撒谎 作弊了 林峰 破把王子都证明你作弊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这个老不死的 我儿的话你不信 却相信一个外邦一族之人 你是想参国吗 镇北王 我也是公平论事而已 还说传出去 我大周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燕儿 快告诉陛下 这林峰到底作不作弊 启禀陛下 林峰确实在中途导乱 他让他那个大铁疙瘩 在赛场发疯 影响了赛场秩序 的确有作弊协议 皇妹 是否有此事 是 是这样的 明明是你们追不上我 只能在后边吃腿 怎么就成了我 扰乱比赛秩序 成了公主 你敢说我没有远远地把你们甩在后头 你只不过是暂时领先了一点点 那又 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快到达终点 还第一个反悔 我看你就是用了障眼法 遮挡所有人的视线 偷偷折返 窃取第一 你哪只眼能看见你没到终点 那你有证据 证明你已经到达终点了吗 你们有谁看到林峰到达终点了吗 陛下恕罪 是属下心急回来汇报 所以没有看清 那就是没有人能跟你证明了 还真能证明 此物名为行车记录仪 刚刚发生的一切 全都记录在里面 装神弄鬼 就这小小的铁器 如何能证明 林峰 这是何物 陛下 此物相当于 传说中的仙宝 刘颖石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在里面记录着 真有这么神奇 比珍珠寒珍 你又想玩什么把戏 把刚才的警警 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固能玄虚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鲜物 林峰 你怎么不说 自己是个仙人呢 林峰 承认自己的失败 有这么难吗 郑北王 你儿子谎言如此拙劣 这可是欺君犯上之罪 风儿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别着急 爹 我把这个景象调出来 我看你就是故意在拖延时间 没有证据 那本王就是第一子 加州女帝 乖乖献出六座城池吧 你不会徐这个顽固 想耍无赖吧 林峰 你到底行不行啊 六座城池非同小可 我早就说过不该相信这个顽固 属今果然酿成大错 这一切 都是由这个废物揪由自取 这六座城池 应当由他们镇北王府来赔偿 想好了 各位请看 调好了 各位请看 好啊 不可能这是假的 这绝对是巫术 这是真的 这废物 怎么有如此宝物 从刚开始到现在 一个景象被查吧 你们还想说什么 还真是一件线宝 刚才的景象全都历历子 连一字一句都不差分毫 陛下 一切都真相打白了 镇北王 你儿从哪里寻得此起物啊 你猜 如此线宝 本应献给陛下才对 陛下坐拥无数珍宝 岂会寄予他人之物啊 我宣布 第一轮比试 林峰获得第一名 嗯 拖霸王子 六座城池拿来吧 本王还没输 拖霸王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想抵赖不成 我们赌的可是 春略第一名 不是第一轮比试的第一名 你 拖霸王子 你最好想清楚 这里是大洲 不是你们突厥 莫非女帝 想以示压人不成 我们突厥铁骑 可不怕你们大洲 陛下 老爹 放心 我会让这个拖霸王子 输得心服口服 乖乖叫出六座城池 就凭你这个不学无数的顽固 林峰 你别得意的太早 上一轮你不过是依靠着 这个怪物的速度而已 下一轮比射击之数 你没有任何优势 那就不劳烦公主挂心了 我射得比谁都准 想不拿第一都难啊 大言不惭 林峰 你的技术有多烂 难道当我没有见识过吗 还有做人哪 还是有自知之明为好 拖霸王子的剑术 可谓是突厥国第一 连我都没把我能战胜的 你凭什么 你自己垃圾 不要认为别人也垃圾行吗 林峰 若是你第二轮成绩 没有拿到第一名 你还是会输的 陛下放心 第二轮 比试狩猎 会有专人记录 你们打到的猎物 猎物越凶猛 数量越多 继维胜利 林峰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呆待在外围 打几只走不动的小肥兔啊 去年春烈 我们世子就是被一只大老鼠 吓得摔下马的 哈哈哈哈 原来只不过是个 外强中干的家伙 第二轮比试 你要是怕了 就赶紧赶输吧 宋长 不想让我参加 也行 现在认输 免得一会儿输的能看 我会输 本王的剑术 从来就没有输给过谁 第二轮比试的是 真财实虚 而且有生命威胁 我劝你 还是亮丽而行 世子身躯娇贵 万一遇到什么威胁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你提到意外 我想起了个什么 刚才有人摔下马 没摔也死 身材挺硬朗的 你 本王第二个必试 让你说得很难看 现在 比赛开始 公主 请跟请我 我会保护好你 多谢李公子好意 不过寻常野兽还伤不到我 我会证明 我比某个 只会说大方 强波 刚才男人 我会拍到这儿 夏天 没人 我会拍到你们 我会拍到两道 你 能不能 你 啊 李公子此次丁掉了收获吧 哎受了点小伤 也不过就打了六只眼 一头野猪吧 不愧是李公子 连最凶散的野猪都能猎杀 我只打了三只野兔 真是惨愧 想必本次穿猎第一 非李公子没吃的 运气而已 你们大周还真是废物 打了几只野兔就沾沾自喜 本王可是打了三头野狼 三头野猪 什么 那个嚣张的小子还没回来呀 不会是连一只野兔都没打到吧 啊 哈哈 子子春孽第一 又要被拖把王子夺走了 李公子已经尽力了 不逼子子 我家少爷还没回来呢 胜负难料 小丫头 你别太天真了 这可是少爷 不是国家家 哼 那个顽固啊 就是个守无负极之力的废物 他肯定是被猛兽给咬死了 我劝你们啊 还是赶紧派人去给他收尸吧 啊 他妈一个现代人 会跟你们用什么垃圾弓箭的 我二金费西比 肯定能拿个好成绩 这位王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比赛就结束了 就算你那废外儿子躲起来也没用 一样算输 你怎么会让朕失望 大昭女帝 别看了 时辰一道 赶紧宣布 比赛结果 啊 该死 又可不过你哥的装枪过势 林峰 你还有脸回来 输得一塌糊涂 还不跪下认错 谁说我输了 就你这废物 还能打到猎物不成 没有葬身授口 就该谢天谢地了 也是没打到多少 也就随随便便 打到了几只野狼 也抱着 但应该比你强不成 信口胡臭 遇见野狼 就有基本妙流的份 他十几头呢 我看是他运气逆天 碰到了一窝 没睁眼的狼崽子吧 那种成绩有什么好炫耀的 还不如打一只野兔 林峰 你真的打了这么多猎物 陛下 他撒谎而已 等白方大人 清点回来之后 便真相打 陛下 已经清点完毕 林峰成绩如何 林峰 猎得 野猪六头 野狼四只 猎豹两只 老虎一只 不可能 白方大人 你肯定念错了 林峰能够打到一只野兔 都难能可贵了 怎么可能打得到 那么多猛兽 是我清点的 你们有什么疑义吗 余弟 这时其中肯定有蹊跷 就凭林峰的实力 根本打不到那么多野兽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玩偷平日 只不喜欢做了 连弓弩格拉不动的 这一定是作弊 还请陛下明察 白风 你确定林峰的成绩 没有问题吗 陛下 非之愿以人同 林峰的成绩 绝无问题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再说无法 林峰所用的工具 好像必非 我就说嘛 他连弓弩都不会用 怎么可能打那么多野兽呢 我的确没有使用弓箭 你是怎么作弊的 还不从事招来 狩猎可没有规定 必须要使用弓箭吧 我使用的是 比弓箭更强大的射击兵器 作弊了还强词多理 这世上 怎么可能会有 比弓弩更强的射击兵器 还请陛下 立刻制作这个玩意 输了就算了 还想抵爱 丢进了大错的里面 林峰 可否让朕看看 你的射击兵器 当然可以 这弓弩确实起了 仅凭它 就可以射烧火了 陛下 此乃卑职轻易所见 请请立即 便可秒杀火 怎么可能 我不服 若是没有这件兵器 这废物的成绩 沉定垫底 既然林峰拥有这样的弓弩 也算是他的本事 林峰 这样子的弓弩 你还有多少 林峰 你最好老实交代 这种强大的弓弩 理应贡献给陛下 你们镇北王府 到底私藏了多少 还不速速交上来 这么强大的弓弩 你们不会以为 是街上的大白菜吗 我于是辛辛苦苦 才打造出来这一本 林峰 你竟然私自打造兵器 而且还没有经过备案 是违反大洲律法的 本王同意的 怎么了 这是你打造了 想不到你还有这方面的天赋 若是朕给你足够的材料 你是否能多打造几码处 打造这东西很累的 而且 有人说我违反律法 我也担当不起 放心 朕批准 谁敢反对 可是陛下 你说微臣现在只有爵位在这 也没有个一官半职的 私自打造兵器 始终会落人口舌 朕现在就封你为工部主席 全权负责打造工部室 如此 你可满意 那就谢谢陛下 不过 陛下 好像还有一件事没完 什么事 你还没宣布排名呢 朕宣布 林峰获得此次春联第一名 该有的赏赐 一样都不会选 陛下自然是一言九点 可是就不知道这托宝王子 会不会耍败 你 拓跋王子 愿不服辞 不就是六座城池吗 我们突厥过还给得起 林峰 我记住你了 我们走 还有你呢 李大公子 你 欺人太孙 怎么着 想耍赖啊 是不是陛下说话不好使啊 还是门里家想抗制不尊呢 好 十万两白银即刻送上 陛下 老臣告退 林峰 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不愧是我儿啊 我应该做的 不过我好像忘了 还有件事没做呢 可可 给我准备点笔墨 好的少爷 少爷 准备好了 我林峰今日修了常乐公主 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任何忙了 林峰 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如果今天是我输了 你不一样要退婚 让我严命扫地就不叫过分 我只不过是把你对我想做的 放在了你身上而已 你只是用那些弯门心脏侥幸赢了而已 迟早会被打回原型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退婚就退婚 后悔的人迟早是你 哎 我想你搞错了 我这不叫退婚 是你不守护婚 是你不守父道与别的男人勾搁搁搁 我羞了你 你羞口喷人 好了 今日车列到此结束 大家都散了 林峰 你等一下 陛下还有什么事 朕可否做做你的宝马 当然可以啊 陛下 那怪物来立不明 恐怕有危险 白凤大人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跟着一起做 卑鄙小声 只会阿云献媚 王爷 少爷不会有事吧 不会 风儿一定是得到了陛下的赏识 否则也不会单独召见 没想到啊 风儿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少爷是不是要平不清云了 如果风儿能走上高位 这个驸马 无作也罢 林峰 你这宝马 既比正的龙椅还舒适呢 还用更舒适呢 陛下想不想体验一下 林峰 虽然朕赏识你 但你说话最好放尊重点 没别的意思啊 没有最好 若是再有见面之局 朕卷白凤厌了你 不是 大带林峰 你要干什么 大带林峰 记得信了陛下 白凤 给这阴了这个灯厨子 别误会 我就是想帮你 记个安全内 这是毫无 这个带子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避免颠簸 拿出来 原 原来如此 白凤 用不用我帮你也记一个 不必了 我自己来 还有 以后这种事情 让我帮闭一下 你可不要再谈吐 放轻松 太俊简了 来 听个音乐 music 实物还真是神奇 这灯光还会唱歌 之前还以为林峰在春年里 很想的自然自尊 造奇也会唱歌 我为什么要骗人家 是吧 只不过 这歌词还挺新鸣 朕从未做过如此做奇 胖真奇妙 林峰 此奇物 也是能打造出来的 那倒不是 是我偶然所得 林峰 你可否割爱 朕愿意出高架 不是我不给你 是这个东西 只有自己的操作 给了你也没用 女帝开跑车 那也太拉风了 算了 你自己太可怕 当真 千真万确 如果陛下想做的话 我可以给你当车夫 朕管你的宝马 比汉险宝马还厉害 若是大洲骑兵 人人都配备 岂不是天下无敌 何须惧怕突厥铁剑 这个 有点难 古代人人配上 老马叉刘 哇塞 那不是直接超越现代了 正观你脸色难看 打造此物很难吗 的确很难 看来是认想多了 陛下是不是有心思啊 世子有所不知 如今突厥二十万大军压境 此次突厥王子前来 就是为了羞辱我们大洲 虽然世子挽回了颜面 恐怕七日之内 他们必定发动强攻 夺回城池 原来就这事啊 话还以为什么大事 七日之内 大破突厥铁骑 此话当真 你若是作故 可是欺君之作 世子殿下 我知道你很强 可是 你也不必在殿下命迹准强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我被义不容辞 真不愧是镇北王世子 陛下 不用太久 让我退敌可以 不过这是二十万复决大军 多少点要点装补 您看这个 这 只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 飞机大炮 对付区区二十万古代大军 还不是小菜一种 陛下 舍不得孩子靠不着我 需要多少钱 越多越好 什么金银珠宝啊 古董首饰啊 对了 不要银票 好 即日起 赠全力支持 宫中的财宝 你可认一 这我所缺 真的 那是不是 连陛下的这个也 嗯 什么 好的 白凤 怕了他狗爪 再挖了他双眼 是 陛下 不不不 别别别别误会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陛下的 那个 早说清楚了 死宝石虽是皇室归宝 但朕既然选择相信你 送给你别误了 怎么样 孙叔 古安这行业我干了大半辈子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精为天人的宝石啊 开个价吧 起码这个书 五十个亿 孙叔 五十亿你说能买多少装备啊 你买什么装备 你有五十个亿 你想买什么都行 来 卧槽 你疯了吗 你是想征服世界吗 看来 这笔钱足够买不少装备了 对付突厥天气 根本不会吹毁之力 赶紧去收购装备 这样回去古代 还有脸入宫 右批一样了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大罪 得罪了拓拔王子 如今他们已经在北京末边立 随时会计犯 区区突厥满蚁也敢计犯 你信不信我让他们有来无 你别把牛皮吹上天了 就算是你父亲镇北王 也得退避三社 那是你太高估敌了 对付突厥大军轻而易举 笑 你可知击退突厥铁骑 是黄榜第二难的任务 林峰 你不过脚吸赢了一两次 就如此垮垮齐探 果然盖不了纹困的那个毛病 不就是几个黄榜 这黄榜上的任务 是一个比一个难哪 这非真正枭雄不可完成啊 这 这 这北王世子 把第二个任务给接了 这可是揭秘突厥大军啊 这 难如登天啊这 林峰 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些任务连你父亲都无法完成 你凭什么呀 林峰 你接下一个任务又有什么用 死要灭死活受罪 等着受陛下处罚吧 谁说我只接一个任务 这 这 这个任务可是要击败高丽国的奇道胜手 韩幼随啊 难道世子殿下奇迹高超 深藏不漏 林峰 本宫从未听说过你奇艺高深 你接下这黄榜又有什么用 不过是徒增孝 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 哎呀 林峰 就算你有一些奇艺诱的路 你可是韩幼随 独霸奇谈十语 为称作奇圣 就连我的老师祭九大人都要甘拜下风 你凭什么挑战他呀 我既然敢接挑战 那就有我道理 你老师没本事 不代表我不喜欢 我知道 你是因为拉不下来理了 所以才做一些划众取宠的事情 你可知 奇圣此时正跟随着高律使团 前来拜承大舟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下不来的 你管我 有本事你也解一个事 我看这个 击败扶桑剑圣 这个任务就不错 要不忘记了 你不自学武功高强 挑战一下试试 你可知扶桑剑圣到底有多强 这么多年 我们大舟已有九位武道宗师 接连拜了踏实 不行就是不行 有借口啊 林峰 你不必想思夺理 本宫知道你完不成任务 无非是想来李公子下水 还好公主殿下冰雪聪明 识破了这次的诡计量 你们也就这点本事 来 可可 接着两个任务 是不是太没有难度了 咱们全给解了 要不 这哎 林峰为了义气之事 白白丢了自己的性 你这不叫有胆识 叫鱼子 哎呀 既然他想送死 那便游着可去了 少爷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把黄宝快重新贴上去吧 哥哥 什么土鸡大兴齐圣见少 在你少爷眼里都是土鸡娃狗罢了 你干嘛那么吓得 我大洲泱泱大国 怎么能长他人志气 没自己威风呢 你这话呀 说得倒是大义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就是华众取宠而已 你根本就没有半点希望能够完成任务 什么 这狮子殿下疯了不成 这别的不贴 光这第一下就是歼灭佛藏国海军 这可是困扰我大洲国多年的问题 我少剩下的无能为力啊 哎呀 林峰 你可真是一个跳梁小丑啊 你的顽固之名早已传遍各方 今日一见发现传闻还是低估了呢 这么荒唐的事情 你也扶得出来 林峰 你以为这黄宝是你想接就接的 若是不能完成任务 那就是欺君 你一下接下这么多黄宝 那是杀从大碎 镇北王都保护住 珠连群 他恐怕不是让你复权吗 陛下 大事不好 有人接了黄宝 这不是好事吗 哪位高人接了哪个任务 是镇北王世子 他 他 他这段时间 从宫里捞了不少宝贝走 如何对付突厥大军的计划 还没跟镇说起 竟然还有时间接黄宝 陛下 林峰他接了不止一个任务 二十七个任务全部接下来 什么 什么 白凤 你确定 先振乱去 依靠镇北王府的实力 他或许能完成最简单的那个 和剩下的 难度却一个不一个的 悲止 对林峰此人也十分失望 他太好个无缘 不知轻重 朕觉得 他不像是喜欢说大话之人 之前别人认为他吹嘘的事情 都成真的 或许 他真有办法 完成几个任务呢 这倒是有点可能 届时 陛下可以找个台阶给他下 以免损失如此几菜 朕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等突厥大军难下 镇北王府 也没有存在 起走陛下 陛下 高丽是团球剑 听闻有人要挑战他们的棋胜 高丽公主 设下擂台 要求挑战者 前往比赛 他们可真是不放过 一点打击大军机 白风 立刻让林峰滚过来 王爷不好了 什么事情啊 惶惶张张的 少爷接了黄榜 哦 不愧是我林霄的儿子 有志气 只要完成一个任务 便可加官进决 从此摆脱着顽固的名声 风儿到底接了哪个任务啊 这最后一个 不是 是 莫非是道夫第二个 这个可有点难度啊 少爷 一口气 接了七个黄榜 七个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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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胡闹 这个逆子 分明是想七四奔王 有个任务是挑战高略国旗上 少爷已经过去应战了 他不可能赢得了 最后 只会得到陛下的惩罚 快 苏苏带本王前往 是 你已经使出了权力 我还没出力呢 季九大人 若不能落子 不如干脆认输好了 输给我高丽情胜 并不丢人 我 败了 微臣 有愧于陛下 其圣既已高超 天下之大 能赢他的人凤毛灵警 真不贵 毕竟围棋就是我高丽仙子所光明 你们大洲没有对手也是很正常 围棋是我们大洲仙子发明 那为何你大洲没有用以为是我吉尚的对手 传闻高丽国喜欢偷窃 他是文化 朕为吉 今日一见 果然是有够不要脸 真是不要脸了 没大没小的东西 你们大洲皇帝都没说话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 女帝生气 要我先赢了这骑士 丑阳落雄 师祖 哪里来的无名小卒 也配跟我们骑圣做对手 没看见他刚刚战胜你们技巧吗 丽风 你连秀才都没考上 你呀 下去吧 老皮肤 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丽风 你想划众取手 也要找个地方 我老师的奇异在整个大洲是前三强 连他都不乱 你有什么资格挑战奇胜 丽风 你这样无理取闹 只会让外邦人更加看笑话 怎么着 难道就得承认这围棋是他们高丽国发明的 这韩大师 他奇异通神 那承认他的强大 这有何不可呀 输就输了 还跪挺 让你当这个技巧 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气下我眼 老夫钻研学问数十年 门声无数 德高望重 岂是你个黄口小儿 可污蔑的 这奇品如人品 连落死都不敢就认输 可见你胆小窝呢 输了还跪挺别人 可见你风骨软弱 这读书人自当不为五斗米折药 示威 你连这个道理都没学会 还是什么德高 你 你这纹裤子弟 我懒得与你争辩 老师 林峰 你说的倒是天花乱睡 找我头来还是半点本事没有 你请你上 林峰 你凭什么侮辱鸡酒大人 你上 这会说的更惨 陛下 让我试试呗 准奏 林峰 你要是输了 后果知道 林峰 你要是输了 后果知道 我不仅会赢 我还会赢得很漂亮 年轻人 复这天高地厚啊 我也没想到 这大洲 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牛皮呀 都拼到天上去 哦 那我们赌一场入虹 如果这老头 每次洛子比我慢一盘 你脱下衣服怎么样 下流 你不是说我推牛吗 怎么样 不敢躲啊 公主放心 我闭着眼 我闭着眼也能赢他 洛子 何须是这些 好 我赌了 不过 说是你 洛子慢了 我要你每次 割下自己的一块肉 那要不 我们再赌大一点 如果是我赢了 你们高丽国 必须承认 这所有的文化 都是从大洲的 行 你说了 大洲要承认 提前取我高丽的文化 不知道 女帝敢不敢答应 陛下 你不能相信林峰 他不学无术 肯定会输的 林峰 不要忘记 你答应过朕的事 七日之后 放心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朕同意 真是自寻死路 怎么着 你想看那么赢啊 谢谢 我很希望你能为国争光 但只可惜 你没有这个实力 那你就跟你老师好好学 年轻人 此战你会身败名列 还会丢掉性命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跪下道歉 急 我看到的是 你晚节不保 你们公主 跟着你一起丢脸 最后带着你耻辱 敌人你想找死 成全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你只黑子 仙落子 且不用贴子 免得 别人说我欺负小辈 韩前辈果然有大师缝分 若是两人实力相当 仙落子可谓战境仙击 换做王老师 很有可能与韩前辈 被杀的习乎相当 只可惜 凌峰这个顽固 对奇异一窍 即便战境仙击 也难逃惨 他只要说的不是太子 就可以证明他 略通奇异 谁用你让 想让小爷去驾驶吧 这样我让你两个 我让你竖得清楚 不顾客 耶 不好意思 反悔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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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林峰下棋的速度好快啊 想不到 林峰还精通奇异 下棋可不是谁速度快就厉害 最终看的是胜负 啊 嗯 高丽公主这老头子已经慢了一块脱吧 你 脱就脱 等轮到你这肉的时候特别反悔 第二件 第二件 哼 好好欣赏吧 不信你 一会儿 满公主就要挖了你的眼睛 奇怪 这秦峰落子那么快 这韩先生为什么总是愁出不定呢 落子越快 只会输得越快 韩前辈只不过是为了稳妥起见 才多思考 慢两块了 那可就是两件一块 尊贵的高丽公主 还不是说 两件就两件 高丽公主 你该不会是输不起 这也是我身上的衣物 并不算违反赌约啊 没事陛下 她今天就算穿的再多 我也让她脱得干干净净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还几义居然这么高明 老头 慢三拍 如果要是不想让你们公主有声风化的话 赶紧直输 还是你也想看啊 秀的嚣张 我们其胜 绝不可能输 美丽大法的高丽公主 你想脱哪三件衣服呢 要是不脱你就认输了 我也输 我可以给你个箭 你可以把里面那箭脱 这样的话 我们谁也看不见是他 大法公主且慢 我 我 我 认识你 不 哈老 正常总的想 这老头估计能跟电脑人大战上百回合 奈何我就是要逼你比拼死 你就是多张几个脑袋也比过 凌峰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药法 凌峰 你胜之不 手里的这是什么药物 如此作弊赢比赛 只会让我们大抽蒙羞 凌峰 你又使了什么卑鄙手段 就算赢了 能心安理得吗 真是可笑 你们自己没有能力为国争光也就罢了 现在还帮着外人说话 你们就能心安理得是吗 我们这是就事论事 闭嘴 陛下 凌峰干得漂亮 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败还有随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有阵在此 谁都不 陛下 连你也偏在凌峰 你自己有眼无多 不代表阵也有眼 不过是我看不上的一个顽固 凭什么得到陛下您的青睐 还是陛下明察就好 长老公主 你要是不服的话 就是我逆他 还有谁 不服的可以来战 我 我服 我不是说你 我是问还有谁不服 陛下 权子一时冲动 还请陛下网开一面呢 陛下 这北王 你生了个好儿子 他已经赢了 啊 什么 哎高丽公主 你好像忘了我们还有额外的 我 我承认 尤其是从大周传到高丽 不够 高丽公的很多文化 都是欠去你们大周的 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欢迎下次来我们大周做客 下次记得都穿点衣服 你 世子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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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风 你过分了 我老是为大周培养了那么多人材 其实你可以侮辱他 陛下 臣的要求已经提了 君无戏言 准赠 你 老是 云峰 七个黄榜任务 你只不过交集完成了一个 后面的任务 绝对无法完成 到时候犯下欺君之罪 定叫你人头不保 之前我记本那老头子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说 我差点忘了 第六个黄榜 是挑战扶桑国最强建设 你连这关都过不了 你根本就等不到陛下降罪 我现在有点怀疑 你是不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要不怎么总长他人之气 没自己背后 陛下 我觉得应该严查此人 陛峰 你少血口喷人 陛峰 你真是不知好歹 李公子只是怕你不自量力 白白丧鸣在敌人手里 正你这意思 我得谢谢他祖宗十八代了 你有种 就尽管去挑战 别光说不练 还是说 你想拖延几个月 够活一段时间 翁啊 这事不能往那儿吧 那不当剑圣实力非凡 一般的宗师都打不过他 老爹 老爹 他敢来 我就让他永来无辜 那个 我宣布个事啊 本世子于三日之后 要在死经城之上 挑战扶桑剑圣 大门吹雪 有空的 都过来过看一下 世子殿下 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何必一直冲动 那扶桑剑圣的实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立峰 这个任务并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 你何不交心思 集中在击退突厥大军室上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焦虑 突厥那边 我早就不好决了 连这也不能告知 等时机成熟 你自然就知道 这为何会将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交于你 哎呀 就把信放在肚子里吧 来 给你做死判 鬼犯 那我走了啊 我真走了啊 别找我 哎等等 你看我就知道你还想他还想 不是 是 总之 你完成这个任务 一切好说 陛下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就是在给我画大饼 那我刚刚不完成了一个吗 多少给点甜头 那个不算 你要是不能完成后面的任务 看这么开了你的脑袋 这么杀法果断吧 想那也不算 下一个得算了吧 能不能告诉我下一个甜头是什么 凤儿 你真的有把握击败那个不丧剑圣 老弟 你看你儿子是像那种没事招死的人吗 下 你太爱小求你儿子了 那之前 你们所有人都觉得 我击败不了那个高利其胜 可经过呢 这次也一样 我的好大儿啊 这次可不一样 你倒比拼生死一现 况且那不丧剑圣不可能手下留情 少爷这么厉害 我相信少爷一定会赢的 还是可可乖 放心吧老弟啊 这古代鬼子武功再厉害 能厉害得过现代枪线 收拾它 还不是分分容装 这从未听说 世子有绝世武功啊 世子既然获得春脸冠军 那自然是有天本事啊 哦 有道理 春脸之时 他只是借用外领 投击取巧吧 如今他要挑战扶桑剑圣 至少也得是宗师水武 可林峰如今才多大呀 就算是他打娘胎里开始练武 也不可能是宗师水武 今日 他必死 若是能在扶桑剑圣手下捡回一条命 他也是足以扬名令万了 各位 新宗 这是哪位高人 冷如冰 暗如雪 正是本作大门吹雪 可是 剑可不都英俊潇散了吗 他怎么长得那样 是谁规定 这高手一定要长得 帅啊 这只是你们这些生斗小民的一厢情愿 大了 这么说 不是高手当中长得最帅的 少爷你真的好帅啊 这家伙怎么那么爱出风子 不知道这种场合要演碎点吗 华中取宠罢了 他现在有多高调 待会识相的时候就有多难看 何方笑笑 报上名来 上去了 本座乃天使道传人林峰 今天来就替天行道来了 你就是林峰啊 壮神弄鬼 别跟我废话 我就问你 大周那么多武学天才 是不是都是你杀的 是又如何 你们的宗师都是被我杀的 你 算个什么东西 好那今天你死定了 废话真多 你上来呀 可可 给我找个梯子 哎不要 我看那有楼梯 少爷 飞上去了 飞上去 哪个 今日本座要将你一剑一剑的看死 不用那么麻烦 一招定胜负 好啊 把剑吧 你的武器呢 我打你我还需要兵 大言不惨 你这家伙死到临头了还在撞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李公子 一会儿林峰 必然落败无遗 你可有把握赢过扶桑剑胜 我们大周乃天朝圣 岂人外帮人成凶 这个 丁燃 你放心 林峰死了 丁燃不会让那些外帮人嚣张的 还是李公子有真本事 一会儿若是林峰遭遇不错 你务必出手下去 岂人之问 他想死 哪个人 是 李公子 要如此自信 应该不会有生命之位 不过 还是要做好准备才行 老夫从难走到北 从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今天就见着了 你话少说 老夫 其实见着 老巧子 老早子 实在变了 这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招式 那有人吹雪可是堂堂剑上 不可能输的呀 剑上阁下 您快站起来 什么东西啊 他怎么死呢这个 不知道啊 回禀陛下 此疗继继继续 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你说你一招就秒杀了 休明赫赫的扶桑剑尘 陛下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是哪一遍啊 这绝对是假的 刚刚 刚刚绝对作弊了 刚刚一定是用了暗器 才击败剑上阁下的 陛下 这传说局甚至不武啊 河王败寇 何来作弊这么说 更何况 暗器也是一能一致 哎小子 我感觉你有点不服啊 来作语 哈哈哈哈 林峰 你别胡来 哎哎 我能废 只会都在女人背后 没意了 少爷你好厉害啊 你用了什么险术 一招就击败了扶桑天上 少爷厉害地方还多着 然后 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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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峰 想不到你给了朕这么大眼睛 你施展的是先法 恭喜师父陛下 一招密杀扶桑地胜 将扬隶令外 现场啊 现场 你就别谦虚了 此次你立下大功 不仅捧要我大中武威 并且替朕除掉了一个巨大祸 明日 朕会在金鸾殿上封身 那就多谢陛下了 可恶 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术 圣者为王 无论林峰是使用了什么妖术 朕只在乎捷虎 你真的是我儿子 我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你不会是妖怪变的吧 爹 不都跟你说吗 你儿子一直都是在藏桌而已 你看 哪怕是展露出一点小时 都石破金属 你看 给他们吓了 祖宗显灵了 我您家出了一条真龙 龙儿 既然你已经成长起来了 那维护就可以 安心地回到北京 镇守边疆了 你 怎么会这样 你放这个顽固 明明是个废话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少爷 要不要我出手 就凭你 你是个猪子吗 那小子现在连扶桑界上不都杀死 你去送死吗 你死 不要紧 如果查到本哨身之 担当得起吗 对不起 小爷 属下鲁莽了 连他先来 还有为父在 皇上 父亲大人 林峰的事情 为父已经听说了 没想到这小子藏桌多年 心心深沉得紧啊 藏桌 难道之前这小子那些顽固行径 都是他装的 这还看不出来 一个人 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变化那么大 可他 可他明明就是投机取巧的 不管他用什么手段 总之 不能再任由他发展下去 大周 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镇北王 可这小子 现在有镇北王给他撑腰 如今陛下 也是更器重的 镇北王 已经被调往北境镇守 至于陛下 太年轻 如今朝堂上 围乎还有很大的话语圈 林峰想要干涉朝政 差点 那父亲 打算怎么处理这小子 他不是揽起个黄榜任务啊 现如今 已不过完成了两个 总会有失败的事 说不定下一个任务 他就会败得很惨的 父亲高歉 到那时 他难辞之救 我们再落井下石 或许下一个任务 根本就回不来 表妹 你说难道我真的看错林峰了 为何他突然变得如此 琢磨不透了 可能是他运气好而已 要知道 他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呢 他不可能次次都运气这么好 也对 我看他也没有多少真才实取 每次成功 都另有蹊跷 一两次的成功而已 他竟敢目中无人 根本就配不上表姐你 骄傲自大 他迟早回这大块 你看林峰绝对不是一般人 表姐是你自己不要 可不要怪我抢啊 你当这个人 不能 你还看这没有允许你进来 快关门 哎哎哎我关门关关关门 嘿嘿 陛下 真是让你出去再关上门 不好意思啊有些忙碌 喂 林峰 你此次击杀扶桑建设有功 说吧想要什么赏赐 假的 又陛下今天要让你陪我 快疯 变了他 是 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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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是想让你陪我看一场电影 电影 那是何物 您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戏剧 就这样 就这样 陛下 请让我一起 请免这小子触摸不管 我给你们提个想法 我要看的可是一种恐怖戏剧 把你们吓死我可不管了 千军万马 这路见过 还会怕 我堂堂一个武道宗师 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的 好嘞 等着 木桑 爱啊 都是 确认 你问我干什么 凤 白凤 凤凤 你击败了胡桑剑圣 养我大中武威 朕今日封你为武威将军 谢主龙 陛下 不可 陈相有何意见 凤凤 刚刚册封为汉林大学士 如今立刻又坚韧将军 恐怕难以扶重 凤凤凄败了扶桑剑圣 难道还不足以扶重吗 不过是杀了一个江湖草莽吧 算不得什么军功 老皮包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那么好杀 你怎么不让你儿子去杀 朝堂之上 还轮不到你放肆 你还知道这朝堂之上啊 我问你 这朝堂之上 神随最大 自然是陛下 知道就好 那陛下下决定的时候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本相身为大臣 总领朝纲 自然要劝谏 以免陛下做出不合适的决策 怎么就不合适了 啊 这黄网上写的清清楚楚 谁要是完成了任务 即可加官进决 甚至封侯拜相 我这任务完成了 怎么着 你想让陛下戳而翻而啊 说到黄网任务 你又完成了几个 上面可是有时间限制 本相记得 这第五个任务西山剿匪 就剩下十天时间了 你若完成不了 该当何罪啊 在这儿等着我呢 不就是剿个匪吗 用不着十天 陛下 两天即可搞定 并且不费一兵一徒 好 年轻人 有志气 陛下也听见了 文武百官 在场见证 看林峰 如何不用一兵一卒 完成剿匪任务 林峰 你还有十天时间 为何缩短到两日 你忘了七日之约 哎呦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就几个小山贼而已 有那时间 我都给你做几次死派 不好吗 林峰 你恐怕是真不知道 西山贼口到底有多难缠 他们足有数千斤人 装备精灵 大当家还是宗师级别的武 而且地势险恶 一手难攻 西山指挥使策派遣数千斤 都杀鱼的鬼 世子殿下 陛下并没有危言耸听 那些山贼很难对 十天的时间都很仓促 否则 那些大将早就接下任务了 他们又能接 他们早就接了 哎呀 不用考虑了 说两天就两天 好吧 既然你决定了 那朕也不再劝你 朕可以调给你五千精锐兵马 助你完成任务 那都不用 我早就准备好了 势赛必得 小匪算不得什么大事 如何击退突厥大军 才是重中之重 哎呀 区区突厥大军而已 你放心 我保证把他们打得屁股尿油 我保证把他们打得屁股尿油 说你真能击退突厥大军 朕给你封喉百孝都不在话下 微臣对权势这个东西啊 不感兴趣 那你图谋什么 微臣那点小心词 还不清楚啊 你 你说男为婚女为嫁的 这怎么就不行呢 好 若你真能击退突厥二十万大军 真气 陛下 可不能冲动啊 你先别说话 您是陛下 您进口预言 咱可说好了啊 朕一言九语 陛下 如今已经是第二天了 这丸固 未有任何动静 分明是想抵赖 还请陛下重罚 这大老远就听到有人说我坏话吗 啊 本相 说的是事实 本世子的能力 又岂是你能想象吗 陛下 完成这次任务 臣只需要几个人 那就劳烦 白凤大人跟我走一趟吧 冰封 你在说什么 世子疯了吧 几个人去交匪 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世子殿下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虽然是宗师 但也不能同时敌过数千人嘛 更何况 那贼寇的首领也是宗师 你误会了 我让你去 只是让你给我做个见证 以免有人赖账 当真 我骗你干嘛 你这 去了之后 你要是觉得有危险 你可以自己先跑 那丑话 西狮子前面 我可不会白白送命 好 世子 真是英雄初少年 倘若成功 本相 同意陛下 封你为将军 你这真有脸啊 这将军之位 本来就是我的 我需要你同意吗 你 你没有任何军功 有什么资格担任将军之位 各位大臣 你们说呢 丞相说的有道理 册封将军一事 世子还是等成功了在意 倘若失败了 还请陛下 撤出汉林院大学士之职 并重重责罚 陛下 臣自愿请命前往西山剿匪 本是为民除害 这套了丞相口中 竟成了这争权夺利的筹码 陛下 丞相此举 可是含了我们这些 人人异事之心的 李朝相 你莫要太过多 凌峰的功绩 其实你三言两语 就可以抹仇的 他本来是贪木工一切 非要接下黄榜 他人何干 如果 人人都学他胡乱接榜 却不受惩罚 可不是 没了规矩 大周的律法 皇室的威严 何在 行了 老匹夫 别满口仁义道德了 行吗 你不就是想看我失败吗 你这样 敢不敢跟我赌大爷 如果我输了 我自愿废除一切职务和爵位 贬为平民 但如果你输了 我也不要别的 让你们成像 我一年的风露如何 贬为平民 好 我赌了 陛下见证 到时候林峰你 休想抵赖 我为什么要抵赖 怎么着 你确定你赢了 不然 不带兵马前往就想成功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那你瞧好啊 对了 把你们一年的风露准备好啊 瞧 你还是想好 你变为平民之后 流落街头乞讨啊 林峰 你何必如此冲动 陛下 我并没有冲动啊 你说有人送墙过来 我不接着多不礼貌 是吧 陛下 让微臣准备准备出发了 林峰 刚才在朝堂上 朕不方便读说 但如今没有其他人在场 朕有必要跟你说清楚 哎呀 你放心吧 我必定完成任务 西山那些贼寇不是一般人 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而且极有可能与大势力有估计 否则何以能如此成功 林峰 陛下说的是真的 数千惊人 都难以对付那些贼寇 你虽然有一些强大的手段 但一人之力 很难奈何他们 陛下真是神机妙色 居然能猜到这个 山贼背后有寇山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这也是查到一点蛛丝马劲 你居然查到了 到底是什么使命 如此胆大包天 这个背后的寇山就是 当蛛丝心 什么 你说朝堂中有这种蛛虫 又有外敌来法 不是看你太辛苦了 也想替你分忧 你小子 脑子里就想这件事 人之常情嘛 林峰 没有证据的事情 你不能乱讲 否则这也不能骗他 徐提一 女帝老婆 瞎叫什么 要不咱们还是说说 丞相的事吧 这些都是你的猜测而已 这可等同于造反 丞相竟然敢冒天下之大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 不过我很快就会有证据了 等我打下牺牲山头的时候 再说 林峰 你真不需要这 暗中给你增派人手 不用 不过据我猜测 这丞相肯定是派人在背后监视 我就给他来个将棋救济 父亲 你孩儿看 女帝定然会暗中帮助林峰 这一次 绝对不能让林峰占尽所有功劳 为父早有所料 所以此次派你带人去监视 想作弊 没那么容易 父亲高见 当林峰吃了大龟 回来受罚的时候 你一举将西山匪寇拿下 将军功收入囊中 父亲 那些贼寇可是不好对付 没有个一万精兵 怕少吃亏啊 放心 那些贼寇会配合 你真以为父亲 想让你剿灭所有贼寇啊 只是演一场戏 这 孩儿明白 有了功绩在身 迎娶长乐公主 就更加容易了 长乐公主算什么 就算是女帝 今后也任由我父子俩摆布 父亲英明 是孩儿目光短情 小姐 你说这一次林峰能成功吗 凭他自己的能力 当然不可能 他这回应该又再琢磨 什么弯门喜道吧 你看陛下挺宠心他的 说不定会暗中帮助 真不知道黄姐 为什么会相信这个顽固 不过李丞相可没有那么容易盲骗 必然会造人 暗中监视 若是此次林峰还能完成任务 这门他绝对指定之一 我可得这么早下手 林峰 就我们三个 四位巧书签解法 怎么着 怕了 你堂当大宗师呢 反正我是不会跟你去送死 你要是想逃 我倒是可以带你走 想逃的指挥是那些山贼 少爷肯定会赢的 我真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己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游山玩水的 哎呀 这些家伙不都教你们怎么使用的吗 就这些铁客的 能有那么厉害 你等着看好戏就行了 好大的口气 我倒是想看看 你是怎么大发神威 此次任务我们少爷没有叫你来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来亲眼见证 你们的世子殿下 怎么不动用一兵一族 就能歼灭数千贼寇的 哎呀 李大公子 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笑话 或者坚持我 看有没有作弊的 好好看着啊 一会儿肯定吓尿了 你呀 我是被山贼大气八快 的确会吓到的是你 不过你放心 等你死了之后 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 你们都什么人 老子站住 我们是站着呢 眼睛没瞎吧 擦 敢这么跟我们大当家说话 不守我了 说话 顺着 老子说多少次了 别弄得我们跟土匪似的 好的大当家 我们可是有素质的人 对 我们的规矩 我们说一说 紫树是我栽 紫路是我开 要想过紫路 留下买落财 你意思是要结财了 此言差异 我们收的是栽树费 和修路费 当个山贼都这么有想法 这要去放在现代 绝对是个人才 赶紧个机会 立刻叫你的人 放下武器头脚 你们有钱保持沉默 但是你们所说的话 我都不会 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投降 让我们投降 就凭你们几个人 让我们数千精锐投降 崩了吧 有问题吗 那我看是脑子有问题 大当家 让我先逮来这小子 不要急 我们呢 是以德夫人 年轻人 再给你个机会 你再考虑考虑 你们最好别动手 看到这些家伙们 一炮就能打死你们的身杖 就这些破铜烂铁 你们脑子瓦子了 来啊 兄弟们 男的都给我杀了 女的妈 拉过去做压寨夫人 给我杀了 呃 等等 我们只是路过 和他们可不是一起的 陈凤 你想死 我可不会凤贼 山庄 你知不知道 整个山头都是爷的地盘 包括你的命 你知道我爹是谁 老子就是你爹 你 你可狗贼 你可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爹在当朝丞相 你 你 你是丞相之子 独强包换 原来 原来是李公子 都是 都是朋友 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你他妈现在是误会了 公子 小人知错了 小人知错了 想不闹 李公子还有一群山贼朋友 嗯 李妍 你怎么会认识这些鬼扣 这都是这个白痴瞎说的 我怎么能认识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跟李公子可是作物相识啊 你当我们也瞎呢 你一个山贼头领会乖乖让人扇耳光 换做别人 你早就把他大卸八块了 你就在那白方 李妍 竟敢跟贼扣勾结 这可是逆谋造反 你 你不要污蔑我啊 你们既然敢诬陷好人 那就别怪老子不催事了 来人呢 少爷 我保护你 你觉得你家少爷连堂堂打宗师懂是啥 需要你保护吗 那这样可可岂不是显得很没用啊 怎么没用 你用处可大着 你刚才不够喂葡萄了吗 啊 开玩笑的 这些武器怎么用 我不都教你们了吗 是少爷 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傻貌 就凭这顿玩意儿 我看你们能放出什么狗屁 林峰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如果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求饶 并且把鞋给舔干净 或许还能饶你一条狗屁 我倒是觉得你太过去了 哼 这是天罚吗 这是仙人 这是仙人手段 这仙人 小人永远无助 得命仙人 仙人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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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 你不会真是神仙吧 你要是这么认为 也不是不行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刚才不是让我跪下吗 怎么自己趴下了 你不能杀我 我爹是当朝宰相 你不能杀我 说 你和你父亲 是不是跟这群山贼有勾结 这群山贼 是你和你父亲的私兵 对不对 我的 不是 不说是吧 你不 你不能杀我 白风大人 我是被地下中心耿耿的 你不能让他残坏中粮啊 白风大人 你若是无尊 自然不会有听法 你若是真的 你这些贼客勾结 那就是死永远无 有素质的山贼 你来说 我告诉你 这可是你我一活命的技 好好把握 我说 我 我说 我说 我 你 谁 小毛贼头子 你敢污蔑朝廷命馆 来人 把他们全斩了 爹 太好了 你们终于来了 你方刚才是温妖术 他差点杀了我呀 放心 既然为父来了 就无人能伤害你 爹 你小心点 这小子邪门的狠 他那怪物疙瘩 刚才就一下 他就把后面的山寨给摧毁了 为父已经观察过了 这铁疙瘩看似只有远距离能进攻 林峰 本相 没有猜错吧 你猜不猜错 关我屁事 我问你 这山贼是我降服的 你现在杀了他 是不是在抢我功劳 山匪做多端 死有余辜 本相 没有做错什么 是吗 那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在杀人灭谷 林峰 你势力了大功 但没有证据就污蔑本相 本相一样可以上奏陛下人是罪 白峰 去山寨里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 否则一会成像 烧了整个寨子 失灭气就不好了 好 我现在就进罩子里查看 林峰 本相是小看了你 你也证明了你的本事 何必处处与本相作对 你我不如联手精诚合作 岂不更好 这真是宰相杜里能称谱 我刚才都那么骂你 不跟我生气 还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谈合作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敌人 爹 合作就算了 不过 你当我的一条狗还是可以 一个混账东西 你俩和我爹这么说话 林峰 你信不信本相就可以下令现在就杀了你 就算陛下 也不能拿我如何 你们敢欺负少爷我就打死你们 谁敢欺负少爷不打死你们 你你你别乱来啊 你们家少爷也在这 你要敢拿我 他也要陪葬 我家少爷有仙法护体才不会有事 那个可可 你说的倒是没错 但是咱们这个仙气呢 不能多次使用 销货很大的 你俩真是便宜他们了 林峰 此次你立下大功 以后将不会再有人质疑你的将军之位 从现在开始 我要称呼你一声林将军了 找到证据了 确实找到了一些证据 找到证据就好 快让本相过目 看看究竟到底谁与匪寇勾结 这些证据十分重要 我必须回去交给陛下 丞相如果想看 就回去向陛下说 丞相果然是忧国忧民 本相倒是担心 这林将军这座位 还没坐热就要下来了 本相所知 这林将军同时得罪了 这突厥国高丽国和福桑国 这三国如今对我大周 可是很不满 那又如何 他们有胆子进翻不成 你是装不知道啊 这突厥铁骑有多强大 暂且不说 这福桑国海军可是天下第一 纵横东海连我大周 都对他束手不策 你这铁疙子虽然厉害 但他能开到海上吗 您怎么知道 我有铁疙子能开到海上 林峰 别吹牛了 黄邦第一个最难任务 就是见面福桑海军 留给你的时间 多了 表姐 最新消息 林峰剿灭西山贼寇 纳尚而归 什么 这美王府根本没有那么多兵马 给他调动 他是如何能成功的 或许 他真的隐藏了什么厉害的手段吧 不可能 我知道了 一定是黄姐暗中给他帮助 也不知道他跟黄姐挂了什么迷魂套 不行 回来找黄姐 无论林峰用了什么办法 既然能够屡屡完成黄宝任务 足以证明他的能量和潜力 我也要抓紧机会了 声音你煮成熟饭 黄姐 你为何要暗中帮助林峰 他不过是个靠着外门邪道的家 他不知道你那么对他 谁告诉你 真暗中帮林峰的 如果不是你帮他 他怎么可能会成功 黄妹 你为何总对林峰存在偏见 我 林峰绝对是个当事奇才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手段 朕甚至想过 他是上天派来帮助朕横扫六合的神人 黄姐 我看你是中毒不轻吧 跟林峰退婚将会是你最后悔的选择 不信你就等着看 我不可能会后悔 他迟早会原性毕露 相信我黄姐 他不可能真正帮你稳固住政权的 反观李公子 背靠丞相府 才是朝中真正的中流底地 是吗 朕劝你少跟他们接触 还有林峰 你也不要再去哪儿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上林峰 但朕看上 这个原因够不够 退下 朕乏了 恭喜林将军看前而归 侥幸 侥幸 你就不要谦虚了 这里又没有外人 我们现在好像还不是一家人 你要是愿意娶常乐公主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 咱能不能商量个事换一个 如今皇室嫡亲女性 除了一个常乐 就是镇美太后 你想换哪个 套后就算了吧 哎呀 说说正事吧 白方 给陛下讲讲 我们这次的收获 陛下 这次脚本搜索了一些证据 确实正面 这些贼客 与朝中大事有攻击 朕看看 这些证据 只能指证一个兵部侍郎 根本无法指证丞相 定多 就指他一个监管独立之罪 明明李丞相的嫌疑最大呀 经过此事 朕如何不止 只是丞相在朝中经营多年 根深蒂固 党有重 这若执意要执 必然会引发绝对动 听说 有几国都蠢蠢欲动 朝中大臣 似乎对我有点不满了 孤爵国失去六座城 一直耿耿运怀 不时找机会进来 想夺回城市 扶桑国更是素来穷胸热计 在东海寺云 甚至 要借见圣之死 那就是想借这两件事 归遂于我们 朕正要提醒你 明日朕会在金鸾殿上正式封赏 一些大臣可能会针对你 甚至弹劾 不过你不用担心 有朕在 他们不能拿你如何 我没担心啊 我现在有点在意的 就是那个突厥国和扶三国 到底有多少事 哎陛下 有没有他们的资料 能不能拿来给我看看 你要对付他们 此事要聪肠记忆 万万不可操之过气 他们可不是那些乌合之重的山费 突厥底棋来去如风 幸好有你自己 镇守北京局势上起安宁 可扶三国的海军在东海猖獗 让人束手无策 李嘉宾 你的那些生物虽然厉害 但也不能进入大海吧 你看你们还是小笑了是吧 没事 先拿给我看看 行 白凤 你去将资料拿来给他 是 白凤 你去给林将军准备一碗人身茶 滋补一下 是 这突厥大军倒是好对付 毕竟在平原 但是这扶桑海军有点棋手 要只是震慑一下的话 凭我对这帮小贵子的了解 肯定会卷土重来的 必须一次性把他们打扶打怕 这他们是逼我搞错航母过来 这可是个天文说字啊 就看这女帝舍不舍得花钱咯 林将军 你的人身茶 你们在干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样 陛下 问我 白凤 这是叫你给林将军滋补 不是让你把他拖空 陛下 你要是真的喜欢白凤 朕可以把他赏赐你为妾 陛下 林将军乃是人中之龙 还委屈了你不成 你能给他当妾室 已经是你的万幸 谢陛下 立方 朕已经将白凤赐予你为妾 希望你莫要因为儿女私情 而耽误过事 我若是拒绝 白凤可能会不会让人心 何况他身材那么好 我为什么要拒绝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陛下 我回去准备明天早朝去了 我先走了 那我帮你 少爷 柳梨烟找您 要不要我去回绝他 他来干什么 让他进来 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嗯 邻你拜见世子殿下 啊你是户部尚书的女儿 可不是什么名女 林将军还在因为之前的事情埋怨如烟 你说呢 如烟有些重要的事情 想和殿下私聊 嗯 又想玩仙人跳啊 大海救命之类的 奴家救世教也没有用啊 这里可是镇备王府 世子殿下 可以为所应问 小模样长得倒是不错 不够心理丧 奴家绝对是清白之身 你认为我信吗 奴家发誓 绝对没有让任何男人碰过我 世子请看 这是我的手工事 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画上去 你跟那个李大公子 可是亲密得很啊 奴家是被逼迫的 他父亲 掌控着我父亲的前程 我只能为他做事 不过我以为我的底线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碰过他 骚又骚得很 恨你又不肯 世子殿下 可以亲自检查 啊 殿下可以解释你 来为我解决清白 就算你是清白之身 有什么 我怕你背后从我遇到 奴家曾经发过毒誓 对第一个男人一辈子忠诚 否则天打雷劈 知道世子殿下 不会轻易地信我 我带来了丞相府 贪污收费的证据 就做同意状 真有不理 要知道你爹也参与其中啊 你挺坑爹啊 不 我这是在救他 殿下已经开始怀疑我爹了 只是没有下定决心整治而已 若是事情败落 我爹必死 现在殿下 身受陛下的重视 只有殿下 才能救我爹一命 你怎么敢把赌注加在我身上 直接 你很聪明 我欣赏你 正好老子他妈憋了一肚子 我没点仨呢 我接下来看你怎么表现了 哈哈哈 先生明白 夫妻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全身上下哪还有秘密 讨厌啊 不是我 你是关于我的整公主表姐 我就看不太兴趣了 我不信 表姐长得轻易脱俗沉云落叶 就没有男人对他不垂涎 我跟他明显不对路 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没有什么时间的 我跟你说 我表姐他喜欢被人征服 你越强势 他越喜欢 你怎么知道 我们经常一起玩啊 看不出来啊 外宝这么高了 你这也这么玩啊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反差吗 先生都是你的人了 怎么会骗你呢 你只要对我表姐强势一次 他保证温慰了 女帝不爱这样吗 这我不知道 我 女帝很关心我表姐 只要你拿下我表姐 女帝肯定会爱屋情乌的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发的故事 你是真会替为父着想吗 我准备死于上你 顽固自帝 夜夜生歌早晚成人 干 陛下 冤枉了 那年轻就是好啊 不像往些老头儿 有着心没正力 混账 金鸾殿 乃是神圣严明之地 岂如你无言汇语 好了 此事到此为止 诸位大臣可还有事起送 启离陛下 进来 孤爵国时常来北京击饭 与夺回那六座城池 北京民众 不看其优 民不聊生 还有那胡桑剑正被杀死一世 胡桑海军在东海区域兴风作浪 沿海居民惶惶不克终日 这一切都是林峰导致的 陛下 本相要弹劾林峰 请陛下将林峰加入监牢 隔职插办 林峰 还不诉诉下贵阵罪 不解释 欲加之罪何况无辞 若不是因为你巧许豪夺 霸占突厥国六座城池 突厥铁骑 怎会贸然几 他滥杀无辜 击杀了福桑国德高望重的剑圣 导致福桑国 拿我东海民众信份 这一切罪孽 皆因你而行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我林峰为大洲夺得了六座城池 这是开疆拓拓的大功 在你嘴里变成了罪孽 至于那福桑国在东海猖獗 这是多年以来的事情 你怎么不说是你治国无方 反正挂到我头上来了 还敢强词多礼 北京速来安定 若不是因为你 突厥铁骑子会贸然进犯 那按照你这么说 我们应该把这六座城池 给他们送回去了 没错 而且你必须向突厥王子 赔礼吧 我赔你吗 你身为大洲丞相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还要点灵 老狗 大洲祖先开疆拓土 打向的万里江山 是不是也得给那些 蛮夷异族送回去 胡说八道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好 那我再问你 北京的安宁是谁换来的 是我爹 现在我爹还在守卫北京 你却要治他的亲儿子 你是想让所有北京的将士 喊心 让了你父亲的攻击 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行 相信陛下定能赏罚分明 当物绝集 是商讨如何应对 突厥铁骑和扶桑海军 而不是争吵其他问题 你们若是有好的提议可以提出来 否则就谨慎 陛下 北京有甄北王坐镇 不需登元 应该集中力量到东海区域 王统领 所言有理 臣赴议 报 陛下 大事不好 甄北王突然受伤 北京军心不稳 我不是 甄北王为何受伤 据说军中有内奸 刺伤了甄北王 甄北王就病无发 看症状 好像是金创镜 金创镜 这可是不置之任务 速速派太医前去 无论如何 必须救下镇北王 是 陛下 北京大军 不能群龙无首 老臣提议 由经验疯子的王统领 接管镇北军 我将愿意起命 好啊 你们一句话 就像把我爹兵权给夺去 佩服 股权大军 可顽固懂什么 佩服可一日无军 甄北军 自然也不能缺少主帅 丁方 你是想让北京 云陷不成 那既然如此 我就替父从军 立刻突厥 一个连战场 都没上过的人 真以为打败了几个小毛贼 就能抵抗 这千军万本 啊 妄谬 陛下 不可听这小子大放厥词 若给他十万大军 定位 名外离山道 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真会理不打仗 陛下放心 但是我可没说 我要十万大军 我只需要十名忠诚将士即可 只需卸战三日 并可击退突厥决铁骑 这 陛峰啊 你有胡言乱语什么呀 十名将士 就想击败 十万突厥铁骑 肯定是因为他父亲病重 脑袋鱼血 只信封了 林峰 这 问你太不可思议了吧 当时也是无人相信 我不还是作弹了吗 好 本相也愿意相信你 既然你如此自信 不如立个军令状如何呀 林峰 你不要胡闹 那好 那我林峰就再次立下 军令状 如果三日之内 我不击退突厥铁骑 我再死 赤子真的疯了不成 十个人就想对付十万铁骑 病急乱投医 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这百名是宿死啊 正好 解决金创径 和击退突厥铁骑 都是黄宝的任务 本相 很期待林将军将如何能成 好啊 你会看的 快查 林峰 你如此冲动 让朕怎么帮你呀 你多虑了陛下 区区突厥铁骑对我来说真不交事 你是打算 到了北境之后 再借助你父皇的兵力反击 我没有要借我爹的兵力 我真的就只需要十个人 但是必须保证他们绝对忠诚 给我三天 我训练一下 就可对付那些什么 突厥铁骑 好吧 朕就在相信你们 将护龙卫的实名高手调给你拆起 忠诚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就谢谢陛下了 对了白方 一会儿跟我回趟王府 我坊间里有个重要的东西 林峰 这大白天的 你就不能结识你 这种解药关头的时候 你怎么见晓那种事 我想哪种事 不是你们向哪儿去了 我是要给你拿药 治我父王的病 我这边还有点事 我赶不过去北境 你帮我送过去 原来如此 你们俩刚才向哪儿去了 这里有治疗经创镜的药物 还有使用方法 就按照这上面说的给我爹用药 保证他治疗的病处 药量很多 剩下的给那些匠人们用 什么 你真的有药可以治疗经创镜 这可是不治之症啊 你认为我可能拿我爹的性命开玩笑吗 李将军 你可真是太神了 此次一旦治疗经创镜成功 你将又创造一个奇迹啊 行了 别碰我了 事不宜迟 赶紧前往北境 以免耽误了治疗 好 少爷 那我呢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我去准备点小玩具 训练一下 那十个护龙卫 嗯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换上负重装备 准备开始训练 是 开始训练 这样的训练真的有用吗 嗯 少爷都两天了 我们这要训练真的能打败突厥铁骑吗 别着急 训练才刚刚开始 啊 少爷 只有一天了 才刚刚开始 一天足够了 对付那些突厥满意 轻而易去 可可相信少爷 锁不动了吧 来 嘿 嘿 嘿 这些 才是我为你们准备的终极武器 啊 王爷 你怎么起来了 本王感觉好多了 这疯儿的药好神奇啊 这么厉害 林将军 真的当是奇人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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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啊 偷绝铁骑正在发动猛攻 我们的人快递当不住了 搞死 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哎 王爷 您的病 要干那帮鬼尊的 走 林将老二 速速投降 我们突厥铁骑 你连破三场 奸敌十万 马上就踏平你们大洲北境 实相的话 乖乖跪地求饶 本王 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只要本王还有一口气 就休想踏入我大洲边境一步 你就别装了 本王早就知道 你得了金疮镜 此证为不治之证 你命不久矣 万幸 本王之子拥有神药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又是林峰那个顽固 他只不过会装神弄鬼 你呀 就别再撒谎了 你若不信 大可前来一世 不用虚张声势 我劝你还是乖乖交出所有城池 隔地八百里 否则 本王让你大洲 血流成河 心妄想 王爷 我们如今的兵力真的 我们还是追兵死守吧 主持战败了 明星关节不复 王爷 世子已经秘密训练了护龙卫 相信很快就会赶来支援 护龙卫都是一个敌敌法 高手 昏儿带了多少护龙卫前来支援 那个 十个 十 大人您在开什么玩笑 十个护龙卫根本无法支援什么 顽固就是顽固 他真以为这是过家家 但十名护龙卫就敢前来支援 冲将清令 全军出击 杀光所有镇北军 然后南下攻城罗斯 不灭大洲 驾 大洲儿郎随本王护战 看什么 按照 到今日 镇北军真的要致亡于此 什么鬼东西 干三你们突厥的好东西 林峰 就你们二人 前来作死吗 林峰啊林峰 你是想笑死本王吗 就派了这十个人前来 你眼睛要是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这十个 若是你带了上千个护龙卫高手 本王还会忌惮你 看来是你们女帝放弃你们了 就这十个人前来送死啊 对付你们这些土鸡挖狗 十个人已经足够了 将士们 听到了吗 他居然说十个人 就能对付我们十万几几 你是想笑死我吗 小子 今天呢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期 托巴元 我要是你的话 我现在走就逃走 荒谬 我看你是得了十心疯 少在这里互动玄虚 你以为就用这种低烈的谎言 就能吓到我 简直可笑 今日本王就要踏平你们北境三千里 疯儿 别胡闹 快撤退 回复还可以率兵 抵挡一阵 你快去搬救兵 他们今天是要是敢伤你一根头发 我让他们拿命来撑 郑北军不用动 我们十个护龙尾足矣 世子怎么会如此荒唐 今日我郑北军要一百涂地吗 林峰 你先走 我掩护你 我看你是五剑棺材不落泪 准备 是 少爷 将士们 没能活着林孝和林峰 赏 万两黄金 权倦戒备 随时赢敌 陛下就不应该如此信任林将军 这下可好了 我只能尽力保全他幸福 开火 这怎么可能 莫子我们撤吧 莫子去对说墨 死亡 对 这怎么可能 无缺十万铁骑 一瞬间就覆灭了 世子带了这么多的神器 不可思议啊 简直不可思议啊 凄惨啊 这恐怕已经超越了凡人的手段 领将军简直是仙人转石 世子无敌 世子无敌 少爷 我做的怎么样 非常漂亮 讨厌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们谁看着了 恭喜王爷 恭喜世子 此次大破突厥体骑 养我国威 陛下一丁重重有声 芬儿 想不到 你竟然拥有如此神器手段 要不是你的灵药救治 回复这条命 怕成不了这么久啊 说什么呢老爹 你卫国卫民功勋卓越 肯定成名百岁 这次大获全胜 和父王没有半点关系 全都仰仗你一个人的功劳 否则 够我堪忧啊 你才是大洲的最大功臣 我这点功绩算什么呀 北京这么多年的安定 都是老爹您征战沙场 一下一下打出来的 世子和王爷都是大洲的功臣 世子更是惊为天人 多次完成皇榜上的任务 堪称奇迹啊 既然提到了皇榜任务 风儿虽然你手段成仙 但是对待扶桑海军 绝对不可掉以轻心的 他们的船舰是天下第一 纵横东海 无人能抵押 据说呀 最近又研制了一个火炮 一击便可击沉一艘大船 就那堆破层烂体叫火炮 放心吧 我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 当真 世子 这海上作战可不比陆地 你有多少办法 少爷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就没有少爷办不到的事 白凤你学学人家可可 一群扶桑鬼子而已 老子挥手可命 陛下 镇北王得了金创镜 此乃不治之政 林峰想要救治 根本不可能 而且 他仅摔十人 就网谈支援 更是无稽之惨 老臣提议 速派王统领率军前往 全权统一阵北军 方能抵挡 突厥十万铁骑 末将愿意领命 事不宜时 否则北京威仪 请陛下速速决定 臣等复义 报 启离陛下 有天大的喜事 哈叔 镇北王世子大破突厥铁骑 取得完胜 不决大军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再进犯 大洲北境 必将繁荣安定 具体说说什么情况 林将军如何得胜 继续说来 林将军绝对是天人转世 仅凭区区十人 便将突厥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一亏千里 不可能 仅凭十人 就能对付了十万铁骑 简直是天风一谈嘛 狗奴才 你撒谎 你心愿 除落地不成 陛下 未知对天法事 绝对没有半句虚言 况且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天下 任何谎言都会复攻自破 我看你是被收买了吧 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举往上 来人 把他拖下去斩了 我感觉李丞相好像不愿意听到这捷报 怎么着 难道是希望北境沦陷不成 林峰 你休要血口喷人 本乡自然希望北境安定 但击败突厥铁骑 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功劳 凭什么说不是我的功劳 就凭你这张狗嘴啊 你 侮辱朝廷命官 罪不可恕 陛下 绝不能姑息肃荣 我也是朝廷命官啊 而且 是你磨灭我的功绩在先 要我还得先发你 满朝文武都来评评理 你们可相信他 仅凭十人就能击败十万大军 别说十个人了 就算是一万人马 击败十万铁骑 都算奇迹 在历史上 也算是凤毛棱角 这个绝对是天方夜谈 林峰 本乡有理由怀疑 你与突厥国勾结 否则他们怎么会轻易退兵 怪不得这么欺贱 你们不要诬蔑林将军 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我的欺贱所见 包括治愈郑北王的药物 也是我从林将军手中拿到 亲自作证 白大人可不敢给我作证啊 你就不怕人家说 我把你给收买了 白凤大人可是陛下的心腹 应该不会说谎吧 可是就你二人以唱一贺 还有谁看到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镇北军十万将领 全都看到了 他们也在说谎吗 这个不好说 共和周知 镇北军对镇北王 忠心耿耿 丞相 您若是没有证据 请不要忘了 林将军治好了 诸多将士的金创禁 还击退了突厥铁骑 乃是盖世公训 不容许任何任务 陛下 老臣以为此事一定要调查清楚 否则 朝中大将通敌叛国 后果不堪设想 李朝相 在你拿到证据之前 这件事情就不用再说了 朕自有决断 谢陛下信任 临风上前军风 你接连立下大功 先是一人剿灭贼寇 后又凭借一己之力 击败突厥铁骑 永贯三军 朕今日特封你为贯军 封地九成 赏万万惊 谢主龙恩 陛下 还有个最重要的封赏呢 等会再说 恭喜林将军 现在应该说 恭喜侯爷 这次 你的功劳也不下 晚上奖励一下你啊 好 吴桑使者到 欢迎蔡政大人 这家伙怎么来了 这贵子谁啊 他名叫桂田二 是扶桑国的太政大臣 相当于丞相之位 我是来找你们女帝的 其他人 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外面的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让狗跑进来了 臭小子 你是什么人 实际 哪有你说话的门 精神 刚才这个小子说的话 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有看到狗 太政大人 你就是狗 你敢骂我 你小子不吃 我只是个玩意啊 骂你的 是哪一小子啊 臭小子 你敢骂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主导 你不是狗吗 刚才手下不都说了吗 谁死我了 死定了 大头女帝 我命令你 立即出生这个臭小子 一定要把他都吃就这样 反思真大 还敢命令我们的女帝大人 女帝 到底想不想命令 朕不下力 你又如何 你忘了 我们两国的友谊了吗 这个babyloid 竟敢侮辱我 就是在侮辱你们的皇室 朕从未听过如此荒谬的说 你想清楚了吗 不会我们两国的友谊 我们无散害军 不会保护你东海的一些精密 林峰 立刻跪下 向太政大人赔礼道歉 你想害死我大洲 东海黎明百姓吗 老皮膚 你这颠倒黑白 我来的能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嗯 是你不分尊卑 太政大人是什么地位 在佛三国那可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也是我大洲最尊贵的客人 而你一来就骂犹如世纪无赖 丢人现眼 我孙悲不分 你刚才没听到这狗东西说什么 在你堂堂成像眼里 我们大洲黎明事件 哈尊 本乡从未这样认为是你 血口喷人 你成像 这个奸人是谁 为什么不能叫他立刻求死 求谢后果 我帮你打赞 此子就是林峰 杀害你们扶桑剑圣的凶手 我看 你这个凶手 真是胆大宝天 你弟 还不想你 将他拿下 你搞错了 林峰不是什么凶手 而是我们大洲的大公寨 杀了我们扶桑剑圣 必须给我们赠名 绝无可能 你弟 你绝对不按我说的去做 如果我们军网战斗 随时都给大兵你们的东海区 谁敢威胁 我是不是威胁 你心里头应该很清楚 女弟 您是觉得我们扶桑国 没有这个失利吗 我们扶桑海区 天下的眼睛来 导致横扫东海区 你们大洲 要想得到我们扶桑庇护 就得乖乖配合 凭你 你敢在阵面前大放厥词 陛下请判斥 如今 独桑海区 的确是成功 原来不是我大洲的 听到了没有 要是我们今晚 一路之下就必 拿到你们航桥之下 都不惜难受 疯死 陛下 还要以国事为重 只不过是处决一个临风而已 就能换来 我东海地区的和平 和大洲的安定 孰轻孰众 你要想清楚 李丞相 你怎么能颠倒是非 更何况侯爷可是大功臣 我看是灾心而已 就因他出言不逊 招惹了扶桑怒火 这一切后果 皆由你自己承担 朕可以为临风刚才的冒失 赔偿你些许金银珠吧 不不不告 我不仅要你杀了他 你 这个女人 都要嫁给我们的军王 如此 还能平息 我们和三的怒火 在说什么 岂有此理 竟然敢对我们陛下不敬 你算什么东西 因为林丞相 是位白官之手 我没有反对 有什么才敢给我投华 你 你弟 最好考虑清楚 我们不早打击要是出动 你整个大手 就会轻浮 何况 下给我们的军王 也是个容器 不要冲东 一旦上了蔡政大人 那事情 可就无法挽回了 你们最好听李达人的权杠 白风 有刀吗 刀 我只有剑 不行 剑带快了 不能让他死得太便宜他了 这个不错 小小子 你想干什么 你想要打招呼 闲着文件不分吗 我跟你老婆 我的腿都打断了 不是让我们女弟嫁过去了 来来来来 再说一次 我说了 反正也是一身剑骨头 回来就 对了吧 不要杀我 我是腐射狗的 你不能这样陪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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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 你们竟敢这样对待 杀将大人 你闯大祸了 到时候 胡桑大军进犯 大容岌岌可为 你 将成为千古罪人 陛下 我想提议 立刻抓拿林峰 用林峰的头 胡桑国赎罪 如此 还跟罗组 两个贪生 怕死的老狗啊 哦不对 两个老王吧 你们 就眼看着陛下被欺负 连个屁都不敢放是吧 啊 我自然会维护陛下 但我不像你这般 无法无天不计后果 恐怕扶桑海军 很快就要进攻了 你 担当得起吗 我不担当 难道等着你们这些废物来担当啊 你拿什么抵挡扶桑海军 国家有难 我等热血男儿定当前赴后继 难道像你们这些人一样 只会在宫里头 高谈阔乱 一群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的废物 你想找死 没人当你 但你 可别连累我大洲无数人 开始道德绑架了 谁说我要送死了 区区一群扶桑稿 我抬手可别 陛下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啊 这 相信 陛下 您是被灌了迷魂汤了吗 这临风分明在说大话 古丧海军何其强大 天下 无人能够抗航 还反手可灭 坚持是无忌之谈 当初我接下皇帽上所有任务的时候 你也说是无忌之 结果呢 我也相信侯爷 我亲眼看着侯爷 过关斩将 一路横吞 每一次无数人不相信的时候 侯爷都能力挽狂澜 创造奇迹 原来的战斗都是在陆地上 这次在海上能养 你自己不行 别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啊 雷风 朕派你前去东海 全权掌管大洲海军 随时迎战扶桑 陛下 这事可不能儿戏啊 一旦朕败后果不堪设想 陛下 我不需要什么海军 就当初那十位呼噜味就够了 当真 又在空说胡话 末将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扶桑军最好别了 如果来了 我让他永辰东海 好 朕全力支持 既然要战 他就战 白凤 将这两个欺君犯上的蛮夷压下去 朕倒要看 扶桑不敢 玉帝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们大洲完蛋了 再叫的话把他舌头割下 是 陛下 将临风缉拿素往胡桑赔罪 才是明治之举 请陛下三思 请陛下三思 这一决 退场 陛下 不要后悔 陛下 其实吧 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玉帆 你的确是冲动 对付扶桑果 完全可以从长计议 刚才那扶桑果都已经欺负到你头上了 我要是载不住手 我还是奶奶 我跟你说 刚才我已经够给他面子了 要不早给他载了 哎 怎么样 刚才 刚才有没有觉得很爽 爽是爽 但是也跟扶桑果彻底决裂了呀 这一战 恐怕再爽 这一战本来就势在必行 他扶桑海军常年祸害我大洲东海 他不来找我 我还得来找他呢 李凤 你刚才 不是冲动 真的有把握 哎 我要说 我刚才是冲关一路 魏红颜的心 若你真的能解决掉 扶桑果这个大坏 这与你 极客完了 不 我跟你说 我可没逼你啊 不过 你要是真心喜欢我的话 那就令他 还是聊聊正事吧 你要对付扶桑海军 需要朕提供什么帮助 钱 越多越好 你是要扩充兵吗 还是打造大船 现在打造船舰 恐怕来不及 不是 我是直接购买 直接买的一艘绝世无敌的战舰 如今海上最强的战舰 乃是扶桑国的军王大舰 其他国家或许也有 但是根本不可能会卖呀 谁会买他呢 破碍 他那也叫战舰 我要买的战舰 拿到当事来说 属于仙器吧 只能花钱买到仙器 就等 看 好 国库的存音不多了 不够了 正会尽量买送你的 说好 我不要银票 除了银票 比如什么珠宝啦 古董啦 古董啦 字画啦 有多少要多少 这些玩意儿也不值钱吧 告诉你个想象啊 其实啊 那些仙人 就喜欢这些基地气的玩意儿 他们觉得这特别有价值 事不宜迟 你拿着正的令本来 去收集古董字画 扯了那几件传国宝 其他的 是你挑决 不愧是女帝 有魄力 国难当情 留着这些财宝又有什么用 放心吧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花的这些钱 特别值 表姐 凌峰击退了托绝铁骑 大货前圣 刚刚陛下将其奉为奔金猴 不过是一仗镇北王的力量 这是厚颜无才敢 以此来邀功 可是我听说 北京一战 完全是靠到凌峰一己之力啊 这你也行 大法一段脑子都知道 这根本不肯 我可是知道那一幕 这皇姐暗中派护龙为高手 加上这北王的大军 这才击退了托绝铁骑 让凌峰沾了官耳 可是即便如此 也能证明凌峰 确实身受陛下器重了 真不知道皇姐 被他灌了什么灵魂堂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刚才 扶桑国的大使臣到来 结果 凌峰居然在金鸾殿上 把人家包打了一顿 如今扶桑国皇室 大众面临巨大危机 都是白能顽阔所思 此事我也刚刚得到消息 是那时事太过可恶 被凌峰报答 是活该 姚姐 你不觉得解气吗 凌峰正才是大丈夫所为啊 糊涂 游泳无谋 那是卯夫所为 以我们大洲如今的实力 完全无法与扶桑国海军靠河 如果此时开枕 必定是一场灾难 凌峰竟然能屡屡创造奇迹 并且有信心对付扶桑海军 我想 这一次未必不能成功吧 信息 那是他的把戏而已 就我的探子回报 他已经开始大量搜刮工中的珠宝活动 说不定是要跑 不行 不行 我一定不能让他得逞 李公子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只有依照你负习的力量 才能成功拦住凌峰 放心 我不会让他得逞 凌峰 你也站住 停一下 有事吗 不知你是如何欺瞒陛下 但我绝不会允许你 窃取我皇室的财富 疯 你惹怒扶桑国 不去认罪不诸 反倒在这儿骗酒精飞 你还真也够无耻的 我告诉你 好狗不等到 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儿下来 你 你不会是依照你父亲的力量 你凭什么得到封赏 没错 我已经禀告我父亲 今天不会得逞 什么事都痛给你 到底谁才考父亲的废物 也就你把这种废物当成宝 顺凭你如何巧识如何 都改变不了 你得罪了扶桑国皇室的事实 给我大舟带来了灾难 你如何承担 我何须承担 一个弹丸愚穿小国霸了 不服我就灭了 不知道你现在说这些大话有什么意义 世人谁不知扶桑海军天下第一无人能力 你父王的镇北军再厉害 也不能在海上行动吧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用镇北军 东海一战我随便带几个手军 阻力还是我自己 你这个顽固说大话的本事还真是张口就来啊 我看你这么晚搜发这么多财宝图钩 是不是畏罪前逃啊 李峰 我想不到你如此卑鄙贪生怕死 闯了大祸就想跑 神经病 我父亲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今天一块儿童笔都拿不走 你父亲 那算你都一起 好大的考过去 哟 李丞相真是微风扒面啊 我再怎么说也是陛下遇刺的侯爵 你们见了我 不喊一声侯爷 是不是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了 哼 还侯爷 本相得知 扶桑海军以整装待发 一旦开下我大洲东海日 就是大难临头 而你将是迁罪的 是不是大难临头 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定论 搜过了这么多珠宝 分明是心中有鬼 本相 绝对不能让你携宝尔逃 这些都是用作打 胡桑海军的经费 而且是经过陛下批准 我还有皇令在此 我看你们谁敢来 无论如何 本相都要调查清楚这经费去处 还请你配合 来人 拦住他 林峰 我劝你还是乖乖配合吧 这些 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一六高手 你们忘了谁是天下第一了吧 来 不扶着上来 肯定偷偷用暗器了你 卑鄙 你 胆小如水 就光动到嘴皮子而已啊 不要乱来啊 我可是一条丞相 你们最好不要乱动啊 我这暗器可不长眼睛 谁要乱动 出现了什么伤啊 我可不负责 林峰 畏罪潜逃 是逃不掉的 谁说我要逃的 我已经准备好秘密武器 俺口空话你 你哪来的秘密武器啊你 想看啊 想看跟在我屁股后边 好 老夫立刻请走陛下 让陛下一起见识 林峰 这就是你发重金打造的战舰 没错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上霸主 林峰 这就是你花重金打造的战舰 没错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上霸主 大言不惭 陛下 你被他骗了 这玩意绝对是个废物 你说什么 陛下 还是让老臣来解释 此屋 一看就是金铁打质 众所周知 这铁器只能沉入水中 只有木质的船只 才可以在水中航行 所以我而所言 林峰 你是何屈膝 此屋一旦下水 必定会沉船 莫非 你是想谋害陛下不成吗 白痴啊 别拿你的乌枝出来炫耀啊 你 你这是强词夺理 我自己也会上船 你认为我想自杀啊 嗯 陛下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 吴航 这里是海边 要是有危险 完全可以逃离 陈等 必定保护陛下 与陛下共进退 此屋还真是神奇 陛下 这 并不能证明什么 或许这林峰 是用什么邪术 此屋 最多只能悬浮 难以前行 更别提作战了 是啊陛下 去探子最新回报 胡桑海军已经出发 不久就会到达我们东海区 大洲岌岌可回啊 侯爷 战舰已经准备稳妥了 随时何以出发 好 还是你们两个兵血 宗苗 一学就会了 少爷 还是太复杂了 我们也只是懂点皮帽而已 没事 知道开炮就行了 保证那些鬼子海军 来了之后 让他们一发入魂 果真是个顽固 交涉淫逸 天下经费就打到这个破铜烂铁 林峰 福桑海军都出发了 都快到了 你还在这里贪图享乐 林峰 你想死别拖累我们 陛下 我看还是赶快击拿林峰 等到福桑海军到达的时候 给对方赔礼道歉 林峰 你的战舰 真能对付福桑海军 我听说 福桑国此次出动了三十万海军了 就怕他们不敢来啊 他们只要一来 我保证让他们满身碎骨 林峰 你别吹牛了 福桑海军一到达 你必定会被吓得屁滚尿流的 嗯 他们已经来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想要你了 你不说八道些什么 你哪有半点敌军的影子 林峰 自画当真 林峰 林仪看便知 真的是福桑海军 而且还出动了金王大击 王姐 我们怎么看不到 你使用此神物便可快的 还真是福桑海军 王姐 这是何物 为什么能看到那么远的景象 这是我们王室的宝物吗 这宝贝是我大 名为望远镜 如同千里眼 可看到一千里之外的景象 我看分明是他拿着国库一年 花高价买格 此宝物就应该归属老铁 这宝物就应该归属老铁 是吗 哎 只要你们丞相府出一万两黄金 我可以卖你们 当真 一言为定 兰儿 都能让他狮子大开口了 父亲 我看陛下对子物十分喜欢 而且拥有子物 在战场上一定可以料理仙几 一万两黄金 我赚不赔 我赚不赔啊 还是我颜儿金 这倒是提醒了为父 此事由陛下作争 你若反悔 可就是欺君之罪 放心 我不会反悔的 哎 但是说好啊 我不要银票 只要黄金 没有问题 一万两黄金放到现场 价值数十 这个两个机灵馆 居然拿来买个黄金 陛下 扶桑海军距离已不到八百里 不用数十 趁机到达 我们提前准备吧 陛下 还请立刻撤退 死守内陆 或许可以抵抗 如果在海上作战 还有丝毫生算 难道就眼睁睁看扶桑海军 发展东海域吗 放心 他们根本靠近不了 空口说大话谁不会啊 陛下 虽然这望远镜能洞察先机 可最终要靠综合战力 如今这船上没有任何海军 拿什么抵抗 如果 调动附近海域的将士 恐怕 也不能抵挡得住啊 皇姐 丞相说得对 你乃万金之躯 切不可留下冒险 我们还是先行撤退 再从长期一把 我说了 他们到不了 就是到不了 林峰啊 你这艘大铁龟 迟迟不敢深入海域 我看 是根本就不能在海上航行吧 还妄想试图对抗 扶桑国的君王大剑 简直是诗人说梦 林峰 你口口声声说 君王大剑不敢靠近 可得分明在迅速开来 你不觉得 这是打你自己的脸吗 那是因为太远了 我怕你们看不到 我得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无敌的战舰 快看 徐王大剑到了 林峰 你的谷底在哪呢 别光说不做啊 林峰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别着急陛下 打他们 我只需要一个呼吸的时间 我看你是居心叵作 陛下 幸亏老臣有所准备 来人 请太政大使臣上来 被押入天牢 为何会出现在此 造不成吗 陛下 一旦扶桑海军到达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底牌 太政大人无恙 我们完全可以和扶桑国和解 丞相敢不遵循朕的意己 放出重犯 意与何为 陛下 情况紧急老臣也别无他法一切 都为了我大周 陛下 现在还不是责备我 军王大剑即将降临 还是先解决眼前的困境 是啊 皇姐 若是扶桑海军大局来犯 将是我们大周的灾难呢 现在知道害怕了 要想和解 必须宰了这个小子 还有女帝 一定要嫁给我们君王 这里这些女人 必要为我们威奴威逼 否则没谈 哎呀 啊 放下 你这条狗真是好伤疤忘了它 怎么还敢来乱讲 林峰 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们大周国唯一和扶桑国和解的机会 你想害到我们国破家王吗 所以 你宁愿去扶桑给他们为奴为毕 只是商谈而已 又不是真的 你不要污蔑公主 扶桑海军即刻到达 老臣建议 立刻处决林峰这个叛逆 以平息扶桑国怒火 陛下 请立刻做下决定 国之存亡 在一面之间 皇爷 请你快开炮 毕竟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我扶桑国才是对护你的 是 林峰 你疯了 你这废伍 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你拿什么对护扶桑海军呢 好 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凭的是什么 开炮 我来说 我来说 好 我来说 去了 那个 我来说 我来说 pow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